第2961章 神域的选拔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一展 天雷线 二展 天雷变 三展 天雷河 四展 雷画魔 五展 雷魔洞 六展 乱苍穹 七展 画神魔 八展 神魔舞 九展 众生灭 此乃 天雷九重展 这天雷九重展 修炼方法特殊 必须运用特殊的方法 引动楚风血脉深处的雷霆 也就是天雷的力量才行 而想要引动血脉深处的雷霆 动用那雷霆巨兽的力量 这绝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哪怕只是第一展的修炼难度 就已然楚风感到头大 可哪怕如此 楚风还是感到窃喜 可能是因为这天雷九重展 融入自己的身体 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所以 哪怕他还没有炼成这天雷九重展 但楚风却也能够感受到 这天雷九重展的强大 不用多了 只是这第一展的威力 便具备逆战一品的力量 可以斩杀比自己强大一品修为的人 楚风 发什么呆呢 女王大人 虽然能与楚风共享视听 可却不能看到楚风脑袋里的东西 见楚风愣着不懂 忍不住询问起来 女王大人 这一次 我又因祸得福了 楚风甚是欣喜地为女王大人讲述起 这天雷九重展的事情 竟然有此事 搞了半天 你登上那天雷台的第十重 并非是遭受了天罚 而是得到了好处啊 真是太好了 这件事 若是让楚氏天族的人知道 那还不得气死 得知此事 女王大人 简直比楚风还要高兴 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他们 虽然正法前辈 对我不薄 可是楚氏天族对我究竟什么态度 现在还不明了 若是让他们知道 我的体内有这样一个 与天族血脉有关的技法 天知道 他们会不会想办法进行剥夺 楚风说道 那是自然 怎么能告诉他们 但是 也只是现在不告诉他们 以后还是要告诉他们的 必须告诉他们 等你以后实力增进到 无惧楚氏天族的时候 你就施展出 这天雷九重展 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你所掌握的手段 是他们这一生 都无法企及的 女王大人嘴角上扬 就仿佛已经看到了 楚氏天族日后 惊讶与懊悔的模样 哈哈 行 就听我家淡淡的 楚风此刻也非常高兴 他觉得 他的身体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而又得到这样的技法 他怎能不喜 只是 唯一可惜的是 楚风现在根本就无法修炼 在楚风看来 想要修炼这天雷九重展 至少要有五仙的修为才行 可是现在 楚风莫说五仙 就连距离天仙境 都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 所以想要尝试 修炼这天雷九重展 还真的要耐心地等待才行 但这样倒也给楚风了一个增进修为的动力 楚风 你醒了 就在这时 房门忽然打开 楚宣正法第一个冲了进来 在楚宣正法之后 楚行帝 楚行人 楚越 以及一名中年妇人 也是一同走了进来 那名中年妇人的模样 倒是与楚越有些相像 所以楚风推测 那中年夫人应该就是楚越的母亲 但是令楚风有些意外的是 楚越的母亲腰间居然挂着刑罚堂的令牌 楚越的母亲居然是刑罚堂的成员 其实 这倒也能够理解 楚宣正法也知道 楚是天族有不少人想对楚风不利 所以照顾楚风 也要挑选他觉得可靠的人 而楚越的母亲 是刑罚堂的人 也就算是他的心腹 想必也正因如此 才挑选楚越照顾自己的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除了楚宣正法 楚行帝和楚行人之外 楚越的母亲进来的时候 也是一脸的紧张 这说明 楚越的母亲 也很担心自己 楚宣正法等人进来后 楚风便赶忙从床上跃下 对着楚宣正法等人施以 毅礼正法前辈 真是抱歉 让你们担心了 哎 楚风 你这是做什么 你刚刚醒来 应当好好休养才是 楚宣正法 强行将楚风 推回到了床上 正法前辈 我已经没事了 您不用担心 楚风说道 没事了 你是说 你已经痊愈了 楚宣正法 倍感意外 不仅是他 楚行帝 楚行人 包括楚越的母亲 也都很意外 这也不怪他们 毕竟当初 楚风所受的伤 有多严重 他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所以 楚风现在 说他没事了 他们自然有些惊讶 的确无碍了 楚风说道 大人 医师来了 就在此刻 门外传来一声呼唤 叫医师进来 楚宣正法说道 随后 便有两位 身着相同一袍的老者 走了进来 而在他们的衣袍之上 则可写着四个字 楚室医师 所谓医师 其实也是戒灵师 并且进来的这两位戒灵师 他们的实力都不弱 只是之所以叫做医师 那是因为他们专攻医疗之法 可能在布置公杀阵法 或者防御阵法上 他们不是非常的强横 但是如他们这种人 在医疗救人方面 绝对是顶级 两位医师进来后 便同时施展出 特殊的观察手段 为楚风诊断 随后 两位医师面露喜色 同时看向楚宣正法 说道 大人 楚风已经痊愈了 当真 楚宣正法 仍然有些不幸 千真万确 两位医师同时说道 竟然真的好了 确定之后 楚宣正法再度看向楚风 目光变得有些复杂 副堂主大人 既然楚风已经痊愈 那么是不是可以让他参加 九月神域的选拔了 楚行的说道 对 九月神域的选拔 听得此话 楚宣正法恍然大悟 随后看向楚风 甚是激动的说道 楚风 你怕是不能休息了 因为这个选拔 你必须参加 本章完 第2962章 惧怕的目光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神域选拔 前辈 是九月神域 快要开启了吗 楚风问道 看来行帝和行人 已经与你说过了 楚宣正法说道 两位前辈的确与晚辈说过 这九月 神域快要开启了 只是神域选拔 具体是怎样的环节 晚辈还不知晓 楚风能够猜想到 这所谓的神域选拔 应该就是进入 九月神域的一种考核 唯有通过考核者 才能获得进入 九月神域修炼的机会 只是具体怎样考核 楚风还不得而知 毕竟不同的考核 所需要的标准 也是不同的 神域选拔 是针对 楚氏天族的小辈来设定的 对于你这种小辈来说 非常轻松 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而我 已经帮你争取到了 这个参加 神域选拔的机会 只是 你之前伤势太严重 却昏迷得太久了 可那神域选拔 在今日必要开始 本以为你要错过这次机会 但想不到你在这个时候苏醒 并且身体还痊愈 看来这是天意 连老天爷都想要你 参加这次九月神域的修炼 楚宣正法甚是欣喜 说话间拿出一个令牌 递给了楚风 这个令牌上面 写着神域选拔四个字 楚风弟弟 恭喜了 看到那块令牌之后 楚月赶忙上前道贺 而在其道贺之际 也不时地看一眼 楚宣正法 递给楚风的那块资格令牌 眼中不由地 涌现出羡慕之色 这种羡慕之色很明显 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 而从楚月这羡慕的表情 楚风也能想象得到 这神域选拔 虽然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 进入九月神域修炼的机会 可是似乎 这个参加神域选拔的资格 也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 至少这楚月 还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看楚月的修为 也不算弱 虽然只是三品真仙 可在小辈之中 有这样的修为 已经算不错的了 而楚月他这样的修为 都没有获得这个 参与神域选拔的资格 这更是证明了 这个选拔资格的严格 楚月 这些日子 你与你母亲照顾楚风 也辛苦你了 所以 我也为你争取了一个名额 楚宣正法说话间 又取出了一块令牌 递给了楚月 多谢父堂主大人 看到那块令牌 楚月喜出望外 竟然赶忙跪在地上 施以跪拜大礼 哎 快快起来 这是你应得的 与我就不要见外了 楚宣正法亲手 将楚月搀扶起来 且将令牌塞到了楚月手中 楚月啊 你的天赋不如楚风 但其实也不弱 只要你认真的对待这次神域选拔 还是有机会通过的 楚宣正法补充道 楚月一定不辜负 父堂主大人的期望 楚月说道 随后 楚宣正法 便与楚风介绍了 那位中年妇人的身份 果不其然 如楚风所猜测一样 那位中年妇人 的确就是楚月的母亲 而楚月的母亲 也的确是刑罚堂的成员 这些日子 便是楚月和楚月的母亲 一同照顾楚风的 值得一提的是 隐约间楚风能够听出 楚月的父亲 似乎已经不在世了 如今只剩她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 楚风 罪之亲人的可贵 本就对着楚月颇有好感 得知她有这样的身世 则不免有些同情 而在简单的介绍之后 楚宣正法便带着楚风 向那神域选拔的地方行去 神域选拔的地点 是一个只有小辈可以进去的大殿 而当楚风与楚月进入大殿之后 便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身影 楚若狮 楚灵溪 楚桓宇 这些楚氏天族的几位天才 都在这里面 除了楚若狮三人外 也包括一些楚风之前见过 但却不知道名字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个人 楚风并没有见过 可是他的实力可是不弱 此人有着与楚桓宇同样的修为 乃是一名 七品真仙 想必 他应该就是楚氏天族当今小辈中的 另外一位天才 楚浩言了 除了这些人之外 楚风还注意到 不算他与楚月的话 这大殿内的小辈 总共有九十八人 而若是算上他们两个 则刚好是一百人 想必 这次神域选拔的名额 也就一百人而已 而楚氏天族这么凡胜 小辈何其多 只是一百个名额 也就难怪这神域选拔的资格 这般难以弄到了 快看 那是楚风 他竟然醒了 天哪 被那样的雷电劈中 竟然没事 当楚风进来的第一时间 便立刻有人注意到了楚风 一时之间 惊呼之音响彻开来 人们看到楚风之后 脸上或多或少 都涌现出了复杂之色 这些人中 至少有七成的人 亲眼见证了 楚风登上九重天雷台 唤醒传说中第十重 最终引来了天雷的一幕 所以 在他们看来 楚风不仅是回到 楚氏天族这么简单 以楚风的表现 说他是楚氏天族 当今小辈中 潜力最强 也是毫不为过 所以 他们看楚风的目光 才如此复杂 尤其是那些之前 不喜欢楚风的人 此刻竟然隐隐间 有些惧怕楚风 本章完 第2963章 挑衅与羞辱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弟弟 你醒了 楚风弟弟 你没事了 楚风弟弟 看见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你可要知道 这些日子 我有多担心你啊 忽然间 人群中冲出了一片人 不仅将楚风与楚月团团围住 竟然还露出了一副非常关切的表情 就像是认识楚风多年的亲人一样 对楚风发出关心的问候与感慨 此刻 楚风眉头一皱 心中暗道 这处是天族的小辈 竟然也如此的势烈 想当初 屌都不屌 楚风 现在竟然这般殷勤 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亲情 而是看到了楚风的潜力 什么时候 这个废子 成为你们的弟弟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 却是忽然乍响 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 那些围着楚风 且正在关切 楚风的人 则顿时如同石化一般 愣在了那里 那一刻 楚风在他们的脸上 看到了两个字 犹豫 可是他们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便立刻退散开来 他们已经做出了抉择 在楚风与那喊话之人之间 做出了抉择 而那位喊话之人 则是那名叫做楚昊颜的男子 此刻 楚昊颜正向楚风 一步一步地走来 而此一刻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任凭是谁都看得出来 这楚昊颜 是要找楚风的麻烦 可谁曾想 楚昊颜走到楚风身前后 并没有立刻刁难楚风 而是看向了楚风身旁的楚月 以一种威胁的语气说道 楚月 你不是想在楚氏天族待下去了吗 我 楚昊颜此话一出 楚风能够注意到 楚月的小脸 瞬间就被吓得惨败 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 看得出来 楚月非常惧怕 这个叫做楚昊颜的男子 见楚月惧怕 楚昊颜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 反而怒气更盛 以更严厉的语气问道 我再问你呢 楚昊颜此话一出 楚月吓得猛然一退 险些没摔倒在地 倒是楚风及时出手 将楚月搀扶站稳 此刻 楚风将楚月拽到身后 目视楚昊颜 道 看我不爽直说 针对一个姑娘 算什么男人 哟 你倒是够男人的 这是英雄救美吗 哎哟哟 真是不得了啊 楚昊颜先是嬉皮笑脸的冷嘲热讽 随后忽然目露凶光 对楚风说道 你真以为 你登上了天雷台的第九重 就有资格与本少爷叫板 当日你不在吧 楚风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楚昊颜不解 因为我登上的 并非天雷台的第九重 而是第十重 楚风纠正道 我管你登上第几重 怎么 你觉得你很厉害 就在此刻 楚昊颜忽然出手 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衣精 当其抓出楚风衣精的那一刻 楚风顿时见没倒数 那一瞬间 一股杀意横扫而出 楚风 可就在这时 一只手却忽然抓住了楚风的手腕 是楚月 楚月不仅抓住了楚风 他还暗中传音 楚风 不要招惹这楚昊颜 他的爷爷 乃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 在楚氏天族内 除了楚洛诗和楚灵溪 以及楚还宇之外 根本就没有小辈敢得罪他 听到这话 楚风的怒火 被强行压了下去 楚风不是惧怕这楚昊颜 更不是惧怕这楚昊颜 深厚的背景 楚风是有些担心这个楚月 楚风并未打算 长久在这楚氏天族待下去 他迟早有一日 是要离开的 无论走或流 他都不惧怕楚昊颜 可是楚月不行 若是日后他楚风走了 这楚月怎么办 以这楚昊颜的性格 一定会报复楚月 尽管 今日乃是楚风 第一次见到这楚月 是刚刚相识不久 但楚风对这楚月 的确有了感情 是亲情 可能是因为名字 也可能是因为这楚月 照顾过楚风 楚风真的感觉 这楚月很亲切 真的把他当做了姐姐 所以楚风要为这楚月考虑 怎么了 看你先前的眼神不对啊 你还想与我动手不长 就在此刻 楚昊颜竟然抓着楚风的衣领 把楚风硬生生地给提了起来 而在楚昊颜提起楚风的同时 那楚月抓住楚风手腕的手 却也越来越紧了 楚风能够感受到 楚月的手都在颤抖 她是真的害怕 她非常惧怕这楚昊颜 正因为这楚月 才让楚风那早已翻腾的怒火 硬生生地被压制住了 怎么了 先前那股眼神 怎么没了 不是传闻 你很不得了吗 天不怕地不怕 谁你都敢得罪吗 搞了半天 你是个直老虎啊 楚昊颜讽刺地说道 龙龙龙 而就在这时 阵阵轰鸣 忽然自大殿的深处传来 一道大门已然开启 此刻 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 因为那大门开启的时候 便代表着这神域选拔 已然开始了 楚昊颜 你的修为在楚风之上 明显地强过楚风 就算你与他交手 胜了他 你也是胜之不武 就在此刻 一道声音响起 是楚若狮 楚若狮 看来你与这楚风关系不浅啊 居然替他说话 楚昊颜阴阳怪气地问道 我若与楚风关系不浅 我现在绝非只是说话这么简单 你已经躺在了地上 楚若狮说道 你 听得此话 楚昊颜顿时面露怒容 这话 是何其的讽刺啊 同为小辈 同为楚氏天族当今 最卓越的天才 可是楚若狮 根本就没有将这楚昊颜放在眼里 本章完 第2964章 提醒过你了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我只是有一个提议 这神域选拔已经开始了 咱们谁都不要耽搁大家的时间 你若觉得 楚风登上天雷台地十重 是须有其名 并非真材实料的话 你可以借助这神域选拔 来与他比上一比 你们都进入死门 谁先出去 谁就赢 如何 楚若狮说道 哼 我自然是没问题 楚昊颜不以为然地说道 楚风弟弟 那你呢 楚若狮看向楚风 楚风并未回答 哪怕楚昊颜始终有手拽着他的衣领 在对他进行挑衅与羞辱 哪怕他能感受到 在场之人那质疑的目光 可是楚风却还是没有回答 楚风并非是怕了 他怎么可能惧怕这楚昊颜 只是他不怕这楚昊颜 却怕楚越 他是怕日后离开此处 楚越受到伤害 此事 只是你与楚昊颜之间的切磋 不论胜负 都无关任何人 若是有人因为这场胜负 而针对他人 或者日后报复的话 我楚若狮会站出来主持公道 楚若狮说道 楚若狮很聪明 至少比在场的 许多人都聪明 他并不觉得 楚风迟迟不与是惧怕楚昊颜 相反 他看出了 楚风是在担心楚越 所以 他才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而楚若狮此话说出之后 楚越的手 倒也是缓和了不少 看来有楚若狮做他的靠山 他倒也是安心了不少 于是此刻 楚风也终于脱口而出 说了两个字 可以 哼 可以 这你就可以了 先前要与你切磋 你就不肯 天雷台第十重 哈哈 不过如此 楚昊颜说这话的时候 竟用力地甩了一下楚风 将楚风甩出了数米开外 力量之大 险些没有将楚风摔在地上 那一刻 楚风摆脱了楚越 他如出龙的猛兽 眼中的杀意 再度爆发而出 怎么 你不服 楚昊颜问道 好了 不要耽误时间 进去吧 就在此刻 楚若狮再度说道 本姑娘没时间 看你们在这里斗 你们爱静不静 我先静了 而与此同时 楚灵溪也是忽然开口 却说完此话 她便立刻向那敞开大门 深处飞掠而去 眨眼间便消失不见 楚灵溪这一动身 则像是发出了 神域选拔的口令一样 在场的许多人 也是立刻动身 追随着她的身影 向那大门深处飞掠而去 哼 废物 我今日给楚若示一个面子 我先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才 你若不服 等完成这神域选拔 我楚昊颜再好好收拾你 话罢 楚昊颜指着楚风 说完此话后 便也向那大门深处飞掠而去 至于楚风 她并没有立刻开始 而是来到楚月身旁 关切地问道 楚月姐 你没事吧 楚风地点 实在抱歉 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 楚月满面歉意地说道 听得此话 楚风心中一动 看来这楚月很聪明 她不仅知道 楚风是因为她 才忍让这楚昊颜的羞辱 她似乎也了解楚风的性格 知道以楚风的性格 若是她不拦着 一定就已经与楚昊颜产生了真正的冲 但是仔细想来 这倒也正常 楚月毕竟是在大千上界 就监视过楚风的人 对于楚风的性格有所了解 乃是情理之中 可能也正因为 她了解楚风 才阻拦楚风 只要楚月姐无视 楚风便不委屈 楚风笑着说道 她笑得很无所谓 并非楚风真的不介意 只是 她想让楚月安心 楚风地点 你快进去吧 记住 左边的是生门 右边的是死门 你要进入的是死门 楚月说道 那你是要进入生门 楚风问道 嗯 生门与死门不同 而我不具备进入死门的实力 至于具体的差别 我回头再与你说 现在 我们必须赶紧进去 否则 我可能会失去通过这选拔的资格 楚月说道 且划到此处之际 楚月已经有些着急了 好 我们一起走 楚风说话间 便抓着楚月 一同进入了大门之中 此刻 在那所谓的死门之中 只有四道身影走了进去 那便是楚灵溪 楚洛诗 楚浩颜 以及楚还宇 眼下 楚还宇和楚浩颜 正并肩而行 楚还宇 这楚风这么不堪 你之前居然没收拾掉它 楚浩颜很是得意地说道 似是在炫耀自己今日 成功地羞辱了楚风 而此刻 楚浩颜则是面色凝重 说道 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厌恶这楚风 可楚浩颜 我必须提醒你 这楚风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准备 楚浩颜问道 等着被他收拾的准备 楚还宇说道 哈哈 被他收拾 好 我等着 等着被那个废物收拾 哈哈哈哈 楚还宇啊 楚还宇 你是出去历练 历练傻了不成 居然说那种废物 会收拾我 这一刻 楚浩颜得意地大笑起来 就好像听到了一个 很好笑的笑话一般 看着这样的楚浩颜 楚还宇的目光有所变化 随后说道 记住 我提醒过你了 话罢 楚还宇便加快了前行的速度 本章完 第2965章 背负的名声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还宇加快速度 很快便消失在幽暗洞穴的深处 而楚浩颜 则是忽然停了下来 他收起了笑容 目光变得若有所思 其中有着一抹谨慎 虽然他并不喜欢楚还宇 可是他的印象中 楚还宇也并非是信口开河之辈 而楚还宇这般认真地提醒着自己 倒是让楚浩颜有了一丝不安 可是很快的 他那谨慎的目光便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狂妄与自负 哼 一个废物 能翻起什么浪花 就算收拾 也是我楚浩颜收拾他 话罢 楚浩颜也是加快速度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这死门的深处 至于楚风 也进入了这所谓的死门 只不过 他是最后一个进入这死门的 这死门 相比于生门 的确更加的诡异 一路上到处都是机关 若没有敏锐的观察力 还真是不好走 只身一人 走在其中 这死门 倒是也的确给了楚风一种 危机四伏之感 只是哪怕如此 楚风仍是以最快的速度前行 毕竟 他想要迎那楚浩颜 而这一路上的机关 对于楚风 这种戒灵师来说 其实很容易躲避 楚风 为了那个叫楚越的丫头 这么隐忍 值得吗 途中 女王大人问道 女王大人有些不高兴 他并不喜欢楚风这么做 因为他不想让楚风受委屈 忍一时风平浪静吗 楚风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你真这么觉得吗 你要是真这么觉得 就不会答应于那楚浩颜 在这神域选拔中 一较高下了吧 女王大人问道 听得此话 楚风的目光有些变了 若不是因为楚越 今日之事 他还真就不会忍 楚风 我觉得有一件事 我必须要提醒你 女王大人说道 你说 楚风道 我知道 你先前之所以忍 是因为你不想牵连那楚越 可首先 你护到了他一时 你却护不了他一时 而且 他与你瓜葛并不深 也没为你付出过什么 哪怕是照顾你 也是受楚轩政法所托 并且 他也得到了好处 那便是有资格 参加这神域选拔 若是让这样一种人 他成了你的软肋 你需要问一问自己 他到底值不值 女王大人说道 楚风不语 他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因为楚越亲切 所以便想护着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现在所有人知道 你是楚汉仙的孙子 楚轩元的儿子 所以 你现在所背负的 不仅仅是你楚风自己的名声 还有你爷爷 你父亲的名声 女王大人再度说道 听的这些话 楚风的目光 变得很是复杂 是啊 他是楚汉仙的孙子 他是楚轩元的儿子 他可以丢人 可是他不能丢楚汉仙的人 更不能丢楚轩元的人 楚越 他自然不想让他受伤 可楚越 与他爷爷和父亲的名声相比 却也是不值一提 想到此处 楚风的双拳忽然握紧 眼中的怒火 也是随之并发而出 这一刻 楚风的周遭都变得寒冷无比 因为伴随着怒火而出的是 磅礴的杀意 那是他隐忍许久的杀意 对楚浩元的杀意 但但我懂了 这件事 我会做出抉择 楚风说道 听得楚风这样一说 女王大人的嘴角 不由得掀起一抹笑容 随后说道 这样就对了 你应该也意识到了 楚是天族 现在的小辈 都不了解你的爷爷和你的父亲 自然也就不知道 你爷爷与你父亲的实力 所以 如楚浩元这种人 才敢这样不尊重你 现在 无论是你的爷爷 还是你的父亲 都没办法为你撑腰 所以 你只能自己为自己撑腰 那些老一辈的老家伙们 你自然是无法奈何 可是绝对不能让这些小辈的 把你欺负了 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段都不行 淡淡的言外之意 已经非常明了 哪怕楚浩元等人 拿楚月威胁楚风 楚风也绝对不能服软 否则就是辱没了他父亲与爷爷的名声 我懂的 下一次绝不再忍 楚风说道 当然不能忍 下一次 直接让本女王出手 本女王会让那楚浩元知道 让楚氏天族的所有小辈知道 你楚风 绝不是好惹的 女王大人说道 而他也绝对有这个底气 虽说 女王大人如今的修为 只是五品真仙 而那楚浩元 乃是七品真仙 但是楚浩元 绝对不是女王大人的对手 因为女王大人 除了五品真仙的修为之外 还掌握着其他修武者 所不具备的逆天战力 并且 还是逆战五品 这样的实力 莫说是那楚浩元 就算是那楚浩元 也未必是女王大人的对手 谁说我没人撑妖 我这不是 由我女王大人撑妖吗 楚风笑眯眯地说道 与女王大人一番交谈之后 楚风那憋们的情绪 倒也是释放了不少 因为他很清楚 走出这死门的时候 就是向那楚浩元 找回场子的时候 我不为你撑妖 谁为你撑妖 难道那个叫楚月的 为你撑妖吗 他只会连累你 让你忍不该忍之辱 受不该受得起 女王大人仰着小脸说道 好了 我保证 不忍了 好吗 楚风说道 当然不能忍 先不说认识多久 单说他的人品就有问题 他明知道你是什么人 却还要你隐忍 这根本就不考虑你的感受 他只在乎自己的安危 这是何其自私之人 女王大人说道 知道了 都说过不忍了 我的女王大人 就不要生气了 楚风说道 这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 而是我觉得不值 若是今日你为苏柔 苏美 紫玲这般 本女王绝对什么都不说 我会支持你 因为他们 值得你那样做 可是这楚月不行 因为他不值 对了 还有那楚若狮 你要小心点 女王大人说道 楚若狮 他怎么了 楚风问道 别以为他听你说话 就是真的帮你 他特意点名 你登上天雷台 第十重 不是真材实料 而是须有其表 但在那之前 楚浩颜可没说过那种话 所以本女王断定 那是楚若狮心中所想 女王大人说道 听得此话 楚风也是剑梅倒树 目光变得谨慎起来 经过女王大人的提醒 楚风也是意识到 楚若狮那句话 的确是另有所指 这楚是天族 真是危险 同辈之中找一个好人 都这么难 楚风笑着感慨道 好人 有啊 女王大人说道 谁 楚风问道 本女王觉得 那个楚灵溪还不错 至少她不坏 女王大人说道 楚灵溪吗 楚风想了一下 随后笑着说道 那丫头古灵精怪的 的确是有点意思 救命啊 可就在这时 在这幽暗洞穴的深处 忽然传来一道呼救的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 楚风顿时目光一动 随后竟释放出神级雷纹 提升修为 来加快前行的速度 因为那道呼救的声音 似乎是楚灵溪的声音 本章完 第2966章 害羞的楚灵溪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在神级雷纹施展之后 楚风的修为 以及速度 都得到了提升 只是 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是很危险的 楚风之所以 不在一开始 就使用神级雷纹 那是因为先前的速度 刚刚好 那是楚风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所能施展的极致 而眼下这样的速度 则超出了楚风所能控制的范围 这种速度下 楚风的观察力 会有些跟不上 而这洞穴之中 又遍布机关陷阱 楚风观察力变弱的话 很容易深陷危机之中 可楚风此刻 却也顾不了那么多 他几乎确定 那是楚灵溪的呼救声 先不说 楚灵溪是楚轩正法的亲生女儿 就算楚灵溪与楚轩正法没关系 楚风也不会袖手旁观 因为就如女王大人所说 这楚灵溪虽然看上去傲娇高冷了一些 可实际上 他却是这楚氏天族的小辈之中 不可多得的好人 他遇危险 楚风真是做不到做事不管 好在 走了没有多久 楚风总犯来到了 那呼救声音传来的地方 只不过 此刻楚灵溪的呼救声 已经越来越小了 因为 他掉入了一个陷阱之中 那个陷阱 很小 从表面上看 那是一个池子 池子内布满了半透明状的绿色池水 很深 非常的深 但最可怕的 绝对不是这池子的深度 而是那些池水 绝非简单的池水 落入其中 便会失去逃脱的力量 越是挣扎 便越是虚弱 连楚灵溪这种修为的人 也无法抗衡 可楚风现如今 好歹也是重温及尊袍界灵师 再加上他的天眼 已有所增进 所以 楚风的观察力 也远非昔日可比 楚风一眼就看出 这池水虽然厉害 可实际上并不会真的锁人性命 他只会将人困住 很显然 楚灵溪他现在 就是被这个池水给困住了 扑通 楚风观察一番后 便纵身一跃 跃入了那池水之中 进入池水之后 楚灵溪的呼救声音 再度变得清晰起来 楚风入水之后 笔直而下 很快便看到了楚灵溪的身影 他此刻正在努力地挣扎 施展浑身解数 想要脱离这水池 可是奈何 他一点手段都施展不开 反而被一层又一层 深绿色的气焰所缠绕 而那深绿色的气焰 不仅有着隐形捆绑的作用 更是会让人心烦气躁 简单地说 那深绿色的气焰 会影响人的情绪 会让人丧失理智 从而永远被困在此处 眼下楚灵溪 就已经丧失了理智 甚至楚风靠近他 他都没有察觉到 他仍在拼命地挣脱 仍在拼命地呼喊 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 高高在上的楚灵溪大小节 会有这般恐慌的一面 老实说 这个样子倒是有点可爱 至少说明 他也是一个凡人 可楚风同样很清楚 其实是那深绿色的气体 让楚灵溪变成这般 否则正常的楚灵溪 绝对不会如此慌张 楚风靠近楚灵溪后 用手掌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头上 一层又一层结界之力 涌入楚灵溪的身体 楚风是在帮他恢复理智 唯有恢复理智 才有机会逃离此处 这池水力量很强 若不是楚风现在 已是尊袍戒灵溪 还真就难以帮助到楚灵溪 但很幸运 楚风现在 偏偏就是尊袍戒灵溪 嗯 在楚风的帮助之下 原本慌乱的楚灵溪 忽然陷入了昏迷 但是很快又苏醒了过来 你干嘛 楚灵溪见到眼前的楚风 顿时目露惊慌 毕竟他能够感受到 楚风的手正放在了他的小脑袋上 别动 我是在救你 眼见着楚灵溪 想要用小手 强行把自己推开 楚风赶忙开口说道 楚灵溪倒也聪明 他也很快意识到 自己的确伸出险境 而楚风出现后 他自己那烦躁的心绪 也的确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他断定 楚风的确是在帮他 所以 他也不再推开楚风 只是那张俊俏的小脸 却涌现出了一抹 如熟透苹果般的红色 哟 你这个小丫头 还会害羞啊 楚风笑眯眯地说道 男女受受不清 若不是看在你是在帮我的份上 我早就斩断了你的手 楚灵溪瞪着眼睛说道 扑 听得此话 楚风一个没忍住 居然笑出了声 随后说道 只是摸了你的小脑袋 这算什么肌肤之轻啊 你懂什么 楚灵溪欲言又止 随后说道 快一点 看着这样的楚灵溪 楚风笑得更浓了 不过楚风笑归笑 那灌输给楚灵溪的结界之力 却并没有停止 这种情况下 那缠绕着楚灵溪的深绿色气焰 也是开始消退 不要抗拒 跟随着这池水的暗流 楚风说道 跟随着这池水的暗流 就沉下去了 楚灵溪说道 就是要沉下去 楚风说道 啊 楚灵溪有些诧异 信我的没错 你像从这池子的入口游出去 是绝对不可能的 楚风说道 哦 楚灵溪略带勉强地点了点头 可是倒也真的不再抗拒 这种情况下 楚风与楚灵溪二人 开始缓缓 向着池水深处沉去 而就在这时 楚风则是意念一动 将结界之力释放而出 随后双手捏绝 很快的结界变换 化作一道结界阵法 将楚风和楚灵溪 覆盖在了当中 这又是做什么 楚灵溪问道 这能加快我们下沉的速度 楚风说道 欧楚灵溪点了点头 可随后眼眸大变 惊呼道 不对 什么不对 楚风有些茫然 而楚灵溪 则是转过头来 用那一双清澈的美眸 紧紧地盯着楚风说道 你什么时候 成为的尊袍界灵师 本章完 第2967章 传说 十魂珠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一次偶然的机遇之下 楚风笑着说道 那你这机遇来得也太快了吧 明明才在不久之前 突破到的龙温级仙袍界灵师 居然一眨眼就成为尊袍了 楚灵溪说这话的时候 那张精致的小脸之上 毫不掩饰地涌现出了羡慕之色 不羡慕才怪 明明之前在结界先遇 他与夏宇尔 还有楚风三个人 是一同从蛇温级仙袍界灵师 突破到龙温级仙袍界灵师的 现在 他还是龙温级仙袍界灵师 并且一直认为 在这样的年纪 能有这种水平的戒灵之术 他已经很知足了 可谁曾想 楚风他现在 居然成为了尊袍界灵师 先袍与尊袍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 但是所有人知道 这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楚灵溪 这样一个好强的丫头 岂能不羡慕 你是在哪里遇到的了突破的机会 无比羡慕之下 楚灵溪忍不住问道 你先告诉我 是谁将你推入这陷阱之中的 楚风忽然说道 楚风此话一出 楚灵溪顿时一愣 而她这样的反应 则是验证了楚风的猜测 毕竟 楚灵溪好歹也是龙文集 先袍界灵师 而她的修为也不弱 凭借她的感应力和实力 不可能落入这样的陷阱 可她落入了 就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要么是楚灵溪自己跳进来的 第二种 那便是有人故意 将她推进来的 现在的情况 绝对是第二种 这件事与你无关 可谁曾想 楚灵溪愣了一下之后 竟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 她这样的回答 几乎肯定了楚风的猜测 楚灵溪是被人推进来的 可是楚灵溪 似乎并不愿意告诉楚风 这个人是谁 真看不出来 你这丫头人品还不错 哪怕被人害了 却也不愿背后说人坏话 不错不错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楚风忍不住夸赞道 哟 原来你楚风也会拍马屁的 楚灵溪翻着白眼说道 拍马屁我倒是敢 但是你的我可不敢 楚风说这话的时候 看了一眼楚灵溪的腿 你 流氓 楚灵溪原本缓和的小脸 顿时又变得通红 那气鼓鼓的模样 倒是可爱至极 别看她休武也有一段时日 可这个丫头 倒还是保持着少女的纯真 我怎么流氓了 你先损我的 还不信我反驳啊 那你也太霸道了吧 楚风说道 哼 本小姐不与流氓斗嘴 楚灵溪傲娇地把小脸转了过去 真不告诉我 是谁推的你 楚风继续问道 而楚灵溪则真的不理楚风 不过其实你不说 我也能够猜到是谁 楚风说道 是吗 而楚风此话一出 楚灵溪倒是来了兴致 问道 那你说 是谁 楚若狮 对不对 楚风问道 楚风此话一出 楚灵溪美眸一动 显然是没有料到 楚风猜得这么准 随后说道 说说依据 你先进去的 她紧随其后 以她的实力 可以追得上你 但是楚桓宇和楚浩颜 则不行 不是说楚桓宇和楚浩颜 他们两个实力不行 而是他们两个感应力不够 在这种遍地陷阱 危机四伏之地 他们感应力不够的话 速度也将受到限制 所以 能够将你推入陷阱的 唯有楚落师 楚风说道 其实这很简单 不难猜 楚灵溪傲娇的仰起了小脸 其实我是想知道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她来说有什么好处 楚风问道 当然有好处 你以为我们为什么 有声门不走 而走死门 楚灵溪反问道 其实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走死门 楚风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 声门与死门的区别 楚灵溪问道 不知道 楚风耸了耸肩 声门很安全 除了难走一点 几乎没有什么凶险 不过 进入声门 是有排名限制的 必须快速 自声门走出 才能通过神域选拔 同样的排名靠后者 便会被淘汰 但是这死门 非常凶险 可只要能够从这死门出去 无论用十多久 都会成功通过神域选拔 楚灵溪讲述道 而听到这里 楚风忍不住插嘴道 可是以你们的实力 就算进入声门 也一定是最先通过的 按理来说 你们无需进入死门 而之所以进入了 就是另有原因 那是淡然 死门虽是族内前辈布置 可却也是机遇与凶险并存之处 这里 有宝贝 而这陷阱之上 就有宝贝 楚灵溪说道 那我知道了 原来是为了征宝 她才对你出手 楚风贪了贪手 随后对女王大人说道 我的淡淡 还是你厉害 那楚若狮果然不是表面上 所看到的那么善良 当然了 本女王的直觉很准 不过看楚灵溪的样子 对于楚若狮对她出手 她并没有惊讶 看来她早就清楚 那个楚若狮的人品 女王大人说道 嗯 说起楚灵溪 越与她接触 越觉得这丫头不错 哪怕楚若狮害了她 她却并没有说过 楚若狮半个不字 楚风说道 是不错 要不娶了她吧 女王大人坏坏地笑道 听得此话 楚风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 她对楚灵溪 可没有那种感觉 可就在这时 楚风忽然神色一动 随后赶忙将目光 投向了下方 她已经能够看到 这水池的底部 但吸引楚风的 乃是那水池底部的 一颗黑色的珠子 而那珠子 不仅闪烁着耀眼的光滑 那珠子之外 还盘踞着石头猛兽 那十只猛兽 个个都有百米长 长相不同 却皆是凶神恶煞 他们就如同守护者一般 守护着那颗黑色的珠子 天哪 那竟是传说中的石魂珠 就在此刻 楚灵溪发出了惊呼 本章完 第2968章 格杀物论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石魂珠 什么来头 楚风问道 石魂珠你都不知道 对于楚风的问题 楚灵溪感到很是惊讶 若不介意 给我讲讲吧 楚风笑着说道 看楚灵溪那惊讶的样子 楚风知道 她对石魂珠 绝对很是了解 唉 只是对于楚风此问 楚灵溪却是无奈地叹息一声 随后问道 你父亲什么都不与你讲了吗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我从小到大 也只见了 我父亲一面而已 因为某些原因 我并非是我父亲 抚养长大的 楚风说道 听得此话 楚灵溪的美眸 微微一动 她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于是她不再多问 也不再嘲讽楚风 而是直接为楚风 讲述起了 关于这所谓石魂珠的事 而说起这石魂珠 其实要从这个 神域选拔的场地说起 这里 原本叫做生死宝地 乃是楚氏天族的老祖 楚夜天虹联手诸位强大的戒灵师 亲手打造而成 楚夜天虹 在这里面藏匿了多件宝物 其中最珍贵的一件 便是石魂珠 这石魂珠 对天雷血脉者 拥有着极大的帮助 尤其是修炼天罚玄宫的人 其力量更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么多个小辈曾进入这里 也曾有不少人 在这里面发现过宝物 但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石魂珠的踪迹 渐渐的 这里的宝物越来越少 人们觉得 老祖留下的宝物 都已经被取光了 所以 这里也便不再是小辈们所向往的地方 但因为特殊的结构 倒是可以用来作为特殊的选拔 所以后来才被定位了 小辈们进行神域选拔的场地 不对 是有一个人 曾找到过这石魂珠的 忽然 楚灵溪说道 有人找到过 那这石魂珠 又怎么会在这里 楚风很是诧异 因为那个人说 石魂珠对他没用 所以又放了回去 正因如此 当时包括现在 都有许多人认为 那个人是在吹牛 楚灵溪说道 这种事情 的确会被认为是吹牛 楚风也是笑了笑 但我听说 那个人 好像是你爷爷 楚灵溪说道 听得此话 楚风顿时一脑门子的黑线 心想自己的爷爷 看来小时候 也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啊 不过 得知是自己的爷爷后 楚风又赶忙说道 那便一定不是吹牛了 你对你爷爷 倒是挺有信心的 楚灵溪说道 这种信心 源自于血脉 楚风说道 其实 我之前是真的不信 但是我现在信了 楚灵溪说道 为何呢 楚风问道 因为你也找到了这里 不是吗 楚灵溪说道 这么说来 这石魂珠对神法玄弓 是没有用的 楚风之所以这么问 源于两点 首先 楚灵溪讲述这石魂珠的时候 说过这石魂珠对天雷血脉者有帮助 但必须是在修炼自伐玄弓后 与自伐玄弓融合才行 对于人伐玄弓 地伐玄弓 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而对于天伐玄弓修炼者来说 这石魂珠的力量 更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但却并未提起神伐玄弓 可是楚风的爷爷 曾经得到过这石魂珠 却又将这石魂珠丢掉 这很可能说明石魂珠对神伐玄弓没有用处 这个我并不清楚 可是你爷爷曾说过一句话 你想知道吗 楚灵溪问道 当然 楚风说道 我也只是听说 到底是不是你爷爷说的 我也不清楚 不过传闻中 你爷爷是这样说的 他说 石魂珠不配与神伐玄弓融合 楚灵溪说道 这话像是我爷爷说的 楚风笑着说道 你见过你爷爷吗 楚灵溪问道 自然是没有 楚风说道 那怎么搞的 你像是很了解你爷爷一样 楚灵溪问道 谁让他是我爷爷呢 楚风笑眯眯地说道 随后将目光再度投向下方的石魂珠 说道 看样子 你很想得到他 我帮你吧 你帮我 这石魂珠 可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你看到那十只守护兽了吗 你感受一下他们的力量 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除非 我们的修为 踏入天仙境 否则 根本不可能击败他们 而只要无法击败他们 我们就无法拿到石魂珠 不过也无所谓了 反正已经知道这石魂珠的位置 而我在百岁之前 我一定可以 踏入天仙境 那个时候再将来娶她 也是一样的 楚灵溪说道 明明可以现在娶 为何要等那个时候呢 楚风说道 你是没听懂我说的话吗 这石魂珠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拿到的 楚灵溪说道 那如果我拿到了 怎么办 楚风说道 你有办法 楚灵溪很诧异 可是看楚风的样子 又不像是在开玩笑 于是说道 我提醒你 若是你出现什么意外 可不要牵连我 你在这里看着便好 楚风说话间 脱离了那座阵法 随后便跟着水中暗流 继续向那石魂珠靠近 似是察觉到了有人靠近 那守护着石魂珠的守护兽 竟然纷纷散发出磅礴的气息 但最可怕的是 他们已经睁开了 那巨大且充满杀气的双眼 正在凝视着楚风 那目光太过可怕 就好像在警告楚风 再敢靠近 格杀勿论 本章完 第2969章 冷嘲热讽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此一刻 毫不夸张地说 是死亡的气息 将楚风笼罩 这绝对不是警告那么简单 那十只守护兽 的确具备着斩杀楚风的实力 楚风 你惊醒他们了 快退回来 这里的所有机关陷阱 都不会取人性命 可唯有这石魂珠式的例外 这石魂珠的守护兽 是真的会杀了你的 眼见着 那守护兽已然苏醒 楚灵溪紧张地大喊起来 可谁曾想 就在这时 楚风的手掌忽然张开 顿时一张光芒大网 自其手中浮现 并且急速扩大 静眨眼间 将那十只百米长的守护兽 所覆盖 当那光芒大网 覆盖了守护兽之后 竟然融入守护兽的身体 乌奥 一时之间 十只守护兽 皆是发出响彻天际的怒吼声 就连这特殊的池水 都荡出了一圈圈强大的涟漪 可是 就在此时 楚风双手开始捏绝 轻贺一声震开 那些融入守护兽身体的阵法大网 竟然再度散发出光滑 而那些暴怒的守护兽 竟然也因此陷入了挣扎 这是 催眠阵法 见此一幕 楚灵溪忽然神色一动 身为戒灵师的她 可以看得出来 楚风此刻所施展的 乃是催眠阵法 楚风是想用催眠阵法 将这十只守护兽催眠 从而再去夺取那石魂珠 只是 这十只守护兽如此强大 楚风做得到吗 楚灵溪产生了怀疑 可却也不再多嘴 她是不想影响楚风 她看得出来 楚风正在全力催动那阵法 而楚风这一催眠 竟然用了足足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之后 那十只守护兽 终于闭上了双眼 陷入了沉睡 而楚风 更是立即布置一座阵法 使得自己在水中速度提升 顺着水流 很快便来到石魂珠跟前 当楚风握住石魂珠的那一刻 那十只守护兽 便顿时化作石道气体 融入了石魂珠之内 这一刻 那石魂珠竟然变得明亮起来 其中有十道气体盘旋 涌动 原来 这才是石魂珠的本体 楚风笑了笑 天哪 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而就在此刻 楚灵溪看着 楚风手中的石魂珠 则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也算是运气吧 虽然那十只守护兽很强 但终究不是真正的生命体 所以 催眠容易一点 若真的都是本体 那我的阵法 也根本就不管用的 楚风说话间 将石魂珠 递到了楚灵溪的身前 说道 拿去吧 你真的要给我 看着她被递到身前的石魂珠 楚灵溪的眼中 充满了惊讶 对我也没用 我留着干嘛 拿着吧 楚风笑着说道 楚灵溪倒也没有太多犹豫 而是很快的 便将石魂珠接了过去 毕竟她的确非常想要这石魂珠 也的确需要这石魂珠 我欠你一个人情 接过石魂珠后 楚灵溪说道 人情已经还清了 毕竟你父亲救过我的命 楚风说道 她的人情是她的 而我的人情 则是我的 楚灵溪说道 此刻 楚风看向楚灵溪 发现这个丫头 那一双清澈的眼眸之中 竟然涌现着 无比坚定的目光 她可不是说说而已 她是真的这么想的 随便吧 不过我们现在 应该尽快离开此处 楚风说道 随后 楚风带着楚灵溪 顺着这池子底部的暗流 继续前行 终于发现了一道结界门 自那结界门内走出 楚风与楚灵溪 便回到了那个池子陷阱对面 回头观望 只是墙壁 那结界门已经消失 怎么了 已经脱困了 怎么反而不高兴了 楚风看着楚灵溪 笑眯眯地问道 她发现这个丫头 此刻的脸上 竟然有着一抹愧疚之色 若不是救我 你不会输给楚浩妍 楚灵溪说道 你是指我与楚浩妍的对赌吗 无所谓的 再赢回来就可以了 咱们出去吧 楚风说道 而看着如此豁达的楚风 楚灵溪则是一愣 随后在那精致的小脸之上 竟然难得地扬起了一抹笑容 这一笑 是如此的迷人 宛如世间最纯净的花朵绽放 令人垂涎 接下来的路程 非常的顺利 楚风与楚灵溪 很快便走出了这个所谓的死门 只是刚刚走出死门 楚风便听到了一些不好听的言语 在死门的出口不远处 聚集这几个人 那些都是参加了神域选拔的人 他们正在议论着楚风 哎 那楚风登上了天雷台第十重 我以为他要成为楚氏天族的第一天才了 可谁曾想 居然被楚浩岩那般羞辱 都不敢出手 看来传闻中的他 也并没有那么了得啊 是啊 传闻中 那楚风天不怕地不怕 结果看到楚浩岩立刻就怂了 传闻果然不可信啊 那几人用那幸灾乐祸的嘴脸 对冷嘲热讽 你们懂什么 难道看不出 楚风是因为楚月 才没有对楚浩岩出手的 而就在这时 一道立刻忽然响起 是楚灵溪 楚灵溪这忽然间的怒吓 不仅惊吓到了那几个议论楚风的人 不远处的所有人 也都注意到了这一切 本章完 第2970章 新生极度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呃 楚 楚风弟弟 我 我们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我 我们就是 就是 看到楚风和楚灵溪 那几人的脸上 顿时面露惊慌之色 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 虽然 他们先前嘲讽的厉害 可是看得出来 在内心深处 他们还是惧怕楚风的 因为楚曰 而就在这时 一道冷笑忽然响起 是楚浩岩 不仅楚浩岩走了过来 先前参加神域选拔的所有人 几乎都走了过来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没有参加神域选拔的人 就连楚怀宇和楚若狮 也在不远处注视着这一切 是不是因为楚月 难道你不清楚 楚灵溪问道 哼 说的就好像 不因为楚月 她楚风能把我怎么样似的 就凭她的修为 难道会是我的对手 她很清楚 若是对我出手 将是自取其辱 所以 她才忍着 而她 也只能忍着 楚浩岩最后一句话 是指着楚风说的 而对于楚浩岩的羞辱 楚风则是淡淡一笑 她笑得很是轻蔑 你笑什么 见楚风 竟然露出如此轻悦的笑容 楚浩岩怒声问道 我笑你太过自负 却不知自己 其实弱得可怜 楚风说道 你说什么 你胆胆说我弱 来来来 咱们两个现在就一较高下 看看到底是谁强谁弱 楚浩岩说话间 便快速向楚风走来 与此同时 她那七品真仙的气息 也是释放而出 她可不是说说而已 她是真的 要对楚风动手 轰隆隆 而就在这时 忽然天雷涌动 乌云密布 只见楚灵溪裙摆飘荡 发丝舞动 如同暴怒的精灵 携带着七品真仙的气息 便站在了楚风的身前 灵溪 你什么意思 你要护着这个楚风 楚浩岩问道 她很是惊讶 惊讶向来谁都不理 如同不把他们看作亲人的楚灵溪 竟然会为这个楚风出头 以强弃弱不算本领 若要比 也是同等修为之下 若要比 不如与我比一比可好 楚灵溪说道 楚灵溪此话一出 则是换作所有人惊讶了 向来冷若冰霜 不与人亲近的楚灵溪 竟然真的要护着这个楚风 听得此话 楚浩岩眉头皱了起来 她心中有忌惮 可能不是忌惮楚灵溪 但忌惮之人 也定然是与楚灵溪有关 于是 她并没有接下楚灵溪的挑战 而是看向楚风说道 楚风 你是要站在一个女人的身后吗 好了 就在此刻 那楚若狮忽然开口 并且说话之间 楚若狮也是郊躯一纵 如同仙女夏凡一般 落在了楚灵溪与楚浩岩的中间 当她落下那一刻 天空中的乌云散去 雷霆更是消退 就连楚灵溪和楚浩岩的气息 也是消散 是压制 楚若狮凭借自己八品真心的实力 硬生生地将楚灵溪和楚浩岩的气息 给压制了下去 今日之事到此作罢 若是谁在挑事 那就先过了我楚若狮这一关 楚若狮说这话的时候 特意看了楚浩岩一眼 哼 楚浩岩轻哼一声 向后退了一步 她终归也是知道 现在的她还不是楚若狮的对手 终究还是我赢了 楚浩岩看着楚风说道 你赢了什么 楚风问道 是我先从这死门内走出来的 你难道忘记 你我的赌约了吗 楚浩岩指着楚风说道 哼 听得此话 楚风笑了 笑得比先前还要轻面 你还笑 你有什么资格笑 你一个失败者 凭什么在我面前笑 楚浩岩的眼中 怒火滚滚 在这个楚氏天族之中 几乎很少有小辈敢与他这般 他也无法容忍 有人敢对他这般 楚浩岩 你适可而止吧 楚风若不是为了帮我 未必会输给你 楚灵溪说道 帮你 楚浩岩讽刺的一笑 随后说道 依我看 是你帮他吧 你为了帮他掩饰他的笨拙 居然还故意这么久才出来 楚灵溪你也是够可以的啊 真是不知道 这楚风哪一点 能够这么吸引你 会让你这样一个人 这样帮着他 楚浩岩说这话的时候 略微带着一些醋意 楚氏天族之内 虽然同为一个家族 可却分着很多知悉 而这些知悉之间 是可以成婚的 楚洛施和楚灵溪 身为当今楚氏天族小辈之中 最卓越的女子 乃是无数男子心目中 择偶的最佳人选 这其实也包括了楚浩岩和楚还宇 这两位天才 奈何 楚洛施有一个青梅竹马 虽然那个青梅竹马的修为 在楚氏天族的小辈之内 谈不上最顶尖 可是他们二人的感情却是极好 几乎从小就确定了婚事 这种情况下 楚灵溪则成为了 楚氏天族小辈们 唯一的最佳择偶标准 只是楚灵溪 虽然古灵精怪 可却也是冷若冰霜 向来与他们保持距离 久而久之 人们都觉得 楚灵溪的性格就是如此 但是今日 看到楚灵溪居然这般护着楚风 别说楚浩言了 在场的许多小辈 对楚风都开始心生嫉妒 甚至憎恨 本章完 第2971章 是真是假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的确是楚风帮的我 只是我们 用了这么久才出来 也并非没有原因 而这 便是原因 楚灵溪说话间 掌心自乾坤带华过 下一刻 那石魂珠 便出现在了他的御守当中 那是 石魂珠 看到那石魂珠 莫说旁人 就连远处的楚洛诗 和楚还语 也皆是神色大变 石魂珠 乃是楚氏天族的镇族之宝 虽然被楚氏天族的老族楚夜天虹 放在死门内多年 可是对于他的记载与画像 在楚氏天族却又很多 所以几乎楚氏天族的所有小辈都知道这石魂珠的功效 也知道这石魂珠的模样 这真的是石魂珠 你们在死门内 找到了石魂珠 此刻 就连九九未雨的楚还语 也是忍不住凑了过来 要知道 这石魂珠对他们的帮助 可是非常大的 不可能是真的 楚浩颜说道 这当然是真的 楚灵溪说道 不可能 石魂珠那么多年了 都没有人能找到 怎么会被你们找到 楚浩颜问道 是啊 那么多年了 那么多前辈都进去过 却都没能找到 可是不好意思 偏偏就被我和楚风找到了 楚灵溪说道 就算被你们找到 以你们两个的实力 也无法征服这石魂珠 就在此刻 楚若失开口了 并且还还事众人 高声说道 众所周知 石魂珠有着十只守护兽 那守护兽实力强横 唯有天仙尽强者 才能将其制服 而当年老祖 他将石魂珠放在死门内 也是想 日后有卓越的后人 能够继承他的一波 而这个后人 不仅需要有敏锐的观察力 还需要有着极强的天赋 至少要在百岁之内 成为天仙才行 话到此处 楚若失看向楚灵溪和楚风 说道 可是你们二人 莫说天仙境 就连真仙境的巅峰都没有达到 对啊 他们的实力 不可能征服得了石魂珠啊 经过楚若失这样一扇动 在场的不少人 都向楚灵溪与楚风 投来了鄙夷的目光 他们都已经认定 楚风和楚灵溪是在撒谎 那石魂珠乃是假的 是他们为了他们 如此缓慢地走出死门 而找的借口 那石魂珠 乃是真的 就在此刻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一道身影 也是出现在天际之上 看到那道声音 在场的许多人都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发出半点鄙夷的声音 因为那个人 乃是楚灵溪的父亲 刑罚堂的副堂主 楚宣正法 正法前辈 您确定这石魂珠是真的 楚若失问道 他似乎很不愿意相信 这石魂珠是真的 因为 老祖曾说过 只要是谁在死门内 找到石魂珠 就可以将石魂珠融合 只要融合 那石魂珠便属于了那个人 而现在 这石魂珠在楚灵溪的手中 也就等于 这石魂珠已经属于楚灵溪 倘若这石魂珠是真的 那么以楚灵溪的天赋 再融合这石魂珠的力量 超越他乃是迟早的事 所以 他自然不愿意相信 这石魂珠是真的 灵溪 将石魂珠给我 楚轩正法说道 而在其开口之后 楚灵溪也是小手一扬 将那石魂珠 丢向了天际之上的楚轩正法 可是 就在那石魂珠 将要靠近自己之际 楚轩正法却是 却是掌心摊开 一股奇异的力量 融入那石魂珠之内 误傲 下一刻 那石魂之内并射出十道气体 那十道气体已经出现 便立刻化作十只长达百米的巨型猛兽 一个个不仅凶神恶煞 更是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那气息之强 让在场的所有小辈都为之色变 因为 那十只巨兽 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抗衡的 有人能够将他们收服吗 楚轩正法目光扫视下方 并且还特意看向了楚还宇 楚浩炎和楚洛诗三人 这一刻 众人纷纷摇头 他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那十只巨兽的厉害 怎么还敢去世 我来试试 可就在这时 却真的有人站了出来 是楚还宇 楚还宇说话之间 七品真仙的气息散发而出 与此同时 在他的额头之上 涌现出了一道雷纹 那 竟是一个天字 这楚还宇 竟然修炼了天伐玄弓 当那天级雷纹出现之后 楚还宇的修为 竟然得到突破 从七品真仙 提升到了八品真仙 天伐玄弓 竟有着与神伐玄弓一样的效果 此刻 女王大人很是诧异 同时也很不高兴 她为楚风感到不平 楚风修炼神伐玄弓 付出了多少 每次天雷降临 楚风所承受的痛苦 都非常人所能承受 可是现在 楚风修炼神伐玄弓 所能做到的 这个修炼了天伐玄弓的 楚还宇 竟然也能做到 女王大人自然感到不平 不过相比于女王大人 楚风倒是很平静 她很清楚 天伐玄弓 与神伐玄弓 是有着很大差距的 可能在真仙境 这样的差距体现的还不明显 但总有一日 神伐玄弓 与天伐玄弓的差距 会体现的淋漓尽致 就好像 当初的楚风 在九州大陆 也只是众多天才之一 可是现如今 已在这大千上界纵横 而当初 那些在九州大陆 与她争锋的小辈 却只能留在足五下界 莫说上界 连凡界都无法到达 而如楚还宇和楚浩炎之流 尽管在这大千上界 是天骄 是妖孽 可楚风坚信 总有一日 他们会被自己远远地甩开 只因 楚风修炼的 乃是神法 本章完 第2972章 父亲的影子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密封 哄 就在这时 武力奔腾 天地颤动 在楚还宇的手中 又多出了两件 半成仙兵 这一刻 楚还宇的气息 再度攀升 他甚至还施展出了仙法 浑身雷霆萦绕 看上去简直是所向披靡 无人可敌 砰 猛然一声巨响传来 楚还宇已是拔空而起 他来到天际之上 手中的两件半成仙兵 便同时挥动 刹那间 一道交叉的斩机 横扫虚空 把虚空都斩成了粉碎 直奔那猛兽而去 砰 然而 当那斩机靠近之后 只见其中一只猛兽 尾巴一甩 竟轻易地 就将楚还宇的攻势 给化解开来 吼 在此之后 那只猛兽大嘴一张 一道肉眼可见的声波 便自其口中飞掠而出 向楚还宇压迫而去 那一刻 楚还宇顿时面如死灰 他非常清楚 那声波若是击中他 他怕是要飞灰烟灭 葬身于此 嗡 可就在那声波 将要靠近楚还宇之际 那道声波 竟然消散开来 是楚宣正法 是楚宣正法 化解了那道声波 楚宣正法 不仅化解了那道声波 还使特殊的力量 将那只对楚还宇 发动攻势的猛兽 安抚了下来 多谢前辈 楚还宇抱拳说道 而对于楚还宇的道谢 楚宣正法 则是淡淡一笑 随后看着楚还宇 和楚若狮说道 还有人愿意再世吗 放心 有我在此 这石魂珠的守护兽 也伤不到你们 只是 哪怕楚宣正法这样说 也没有人应答 他们不想自取其辱 现在 还有人怀疑 这石魂珠是假的吗 楚宣正法问道 众人低头不语 事到如今 谁还会怀疑 那石魂珠是假的 那就是真的愚蠢了 楚风 灵溪 那么你们两个 是怎么收服的 这石魂珠呢 楚宣正法 看着楚风 和楚灵溪说道 是啊 他们两个是如何做到的 楚宣正法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将目光 投向了楚风和楚灵溪二人 并非是我做的 是楚风 他帮我收服的这石魂珠 楚灵溪说道 哦 听得此话 楚宣正法嘴角的笑意更浓 随后对楚风说道 楚风 是这样的吗 正法前辈 是的 楚风点了点头 那可否方便 再做一次 也好让我们知道 你是如何做到的 楚宣正法说道 当然可以 楚风再度点了点头 随后 便开始布置催眠正法 如同之前在那死门内的池水之中一样 楚风 花费了半个时辰之后 成功地将那十只守护兽催眠 并且 当着众人的面 掠过那十只守护兽 将石魂珠握在了手中 下一刻 石道气体 涌入石魂珠内 石魂珠再度恢复成了往常的模样 他 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竟然是凭借截戒正法 这不是重点吧 重点是楚风的戒灵之术 竟然已经达到了尊袍 他如此年纪 竟然已是一位尊袍戒灵师 当亲眼见识了楚风的戒戒之术后 那些不了解楚风的小辈们 终于开始对楚风刮目相看 他们似乎直到此刻才知道 楚风并非浪得虚名 至少 他凭借戒戒之术 做到了楚桓宇所无法做到的事 而众所周知 在楚世天族当今的小辈之中 楚桓宇和楚浩炎的实力 其实是非常相近的 在众人震惊之际 楚风则是飞落而下 来到楚灵溪的身旁 再度将那颗石魂珠 递给了楚灵溪 他居然真的将石魂珠 就这样交给了楚灵溪 这也太大方了吧 那可是石魂珠啊 对天雷血脉者 有着极大帮助的石魂珠啊 众人很是不解 因为楚风这种行为 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楚风 这石魂珠的作用 你清楚吗 楚轩正法说道 清楚 楚风说道 既然清楚 你还要将这石魂珠 交给灵溪 为何自己不用 楚轩正法问道 不知道前辈你知不知道 这石魂珠 其实早在多年之前 就有人找到过 楚风说道 知道 那个人便是你的爷爷 楚汉仙大人 楚轩正法说道 我爷爷说过 石魂珠不配与神法 玄公相融合 楚风说道 这 楚风此话一出 顿时激起了千层浪 这石魂珠 不仅是楚氏天族的镇族之宝 更是他们所向往的神物 楚风居然这样 侮辱石魂珠 他们自然很不舒服 我爷爷这话 说得有些过分了 楚风再度说道 而他此话一出 人们那不舒服的内心 倒是缓和了不少 心想 毕竟是楚风爷爷的言论 就算过分 与楚风没有关系 可是谁曾想 就在此刻 楚风却再度开口 可是当这石魂珠 真的到我手中 我才发现 我爷爷说的是对的 这石魂珠虽然厉害 可他的确不配 与神法玄公相融合 这一刻 众人目瞪口呆 那副表情 就跟吃了狗屎一样 唯有楚轩正法淡淡一笑 看着这样的楚风 他其实很是欣慰 因为这不正是 楚轩元当年的影子 我行我素 不在乎世俗目光 却又有着比谁都强的正义感 本章完 第2973章 叫你反抗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灵溪 你可愿意 现在就融合这石魂珠 楚轩正法说道 父亲 我可以现在就融合吗 听得此话 楚灵溪简直双眼放光 他自然想立刻就与 这石魂珠的力量融合 为父可以帮你 若不介意 就在这里坐吧 楚轩正法说道 在这里 可以吗 楚灵溪很是诧异 他虽然 想尽快融合这石魂珠 但是他还真的没有想过 当着众人的面进行融合的 可以的 为父帮你 楚轩正法说道 好啊 那还愣着大麻 快来帮我 楚灵溪异常的兴奋 随后 楚轩正法 便开始帮着楚灵溪 融合那石魂珠 这一场面 相当的绚丽 漫天的雷霆奔腾不断 简直比寻常的异象 还要惊人 这种情况下 楚氏天族的许多人 都被吸引而来 而当人们得知 楚灵溪竟然是在融合石魂珠 而那石魂珠 竟然是楚风帮着楚灵溪拿到的后 无意不是大惊 只是 当楚风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之后 楚风却是来到了楚月的身旁 他发现 楚月始终没有进入人群 他蹲在墙角下 在哭泣 楚月姐 你这是怎么了 楚风问道 楚风弟弟 抱歉 我太无能了 楚风的到来 让楚月更加的伤心了 是失败了吗 楚风问道 嗯 楚月点了点头 见状 楚风本想安慰楚月一下 可是刚要开口之际 一到暗中传音 便映入楚风耳中 楚风弟弟 能听到我说话吗 楚风将目光投向了远处 在距离楚风几千米外 有着一个男子站在那里 能听见 有事吗 楚风问道 有一件事 我偷偷告诉你 但是你千万不要 与任何人说 是我说起的 那男子说道 好 你说 楚风用暗中传音回道 以楚月姐的速度 她本来是可以通过神域选拔的 只是奈何她被人拦住了 而拦住楚月的人 是楚浩岩的手下 我亲耳听到那几个人说 是楚浩岩给他们暗中下的命令 让他们拦住楚月 不然楚月通过神域选拔的 那名男子说道 谢谢 楚风道谢之后 便不再多言 他很清楚 那名男子之所以会告诉他这件事 是因为他看到了楚风的潜力 所以想与楚风搞好关系 说到底 也是为了利益 而并非是好心 所以楚风根本无需表示太多 此刻 楚风看向楚月 低声说道 楚月姐 你是被人拦住了 才没能通过神域选拔的 听得此话 楚月愣了一下 由于片刻后 才点了点头 你应该知道 那些人是楚浩岩的手下吧 楚风问道 嗯 楚月再度点了点头 那你可知道 他们是受楚浩岩的指示 楚风再度问道 此刻 楚月又犹豫了一下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那你在这里 哭有什么用 楚风问道 那我又能怎么样呢 那可是楚浩岩 何况就算我告诉了长老 也是没用的 他们不仅不会承认 就算承认了 也没人会去责备楚浩岩 因为在楚世天族内 这种事情 本就时常发生 楚月说道 所以 你就打算 一直这样忍气吞声 忍气吞声的 在楚世天族内 过完你的一生 楚风问道 这一刻 楚月那抓着裙摆的双手 忽然握紧 他先是沉默了片刻后 才低声说道 我不想 可是我又能怎么样 你不知该怎么样 没关系 今日 我楚风来教你 该怎么样 此刻 楚风站起了身 而楚月 则是看着楚风 满眼的迷茫 看着楚月那不解的目光 楚风只说了两个字 反抗 话罢 楚风便向楚浩岩走了过去 而当楚风靠近之际 楚宣正法刚好帮助楚灵溪 将石魂珠融合 此刻石魂珠不见了 人们都知道 石魂珠进入了楚灵溪的体内 毕竟 那是他们亲眼见到的 只是楚灵溪此刻 却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与融合之前一样 看不出任何差距 但人们却也知道 其实楚灵溪已经不一样了 她日后修炼的速度 将会变得更快 她将成为楚氏天族最强的天才 不 不是最强的 因为还有一个楚风 有一个 年纪轻轻 就成为尊袍界灵师的楚风 是她 帮助楚灵溪 拿到了这石魂珠 想到这里 人们开始寻找楚风的身影 而刚好 楚风也走了过来 见楚风走来 楚灵溪赶忙迎了上去 楚风 我成功了 真是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 若不是你 我不可能得到这石魂珠 楚灵溪这话 说得非常的真诚 她是真的感谢楚风 成功了就好 感觉如何 楚风笑着问道 感觉非常好 楚灵溪说道 那就好 既然这样 那就帮我见证一下吧 楚风说道 啊 见证什么 楚灵溪很是不解地问道 不仅是她不解 在场的许多人都很不解 楚风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 可就在众人不解之际 楚风却是走到了楚浩岩的身前 先前你我的赌约 是你赢了 楚风说道 这是自然 这件事很多人都看到了 无需你说 大家也心知肚明 楚浩岩很是得意地说道 毕竟 楚风现在 不仅仅是登上过天雷台第十重的人了 她还是一位尊袍戒灵师 成功帮助楚灵溪 征服食魂珠的尊袍戒灵师 赢了这样的楚风 她自然也很是得意 本章完 第2974章 怎样的手段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但是那场赌约 并没有赌注 不妨你我再赌一次 这次加上赌注可好 楚风说道 当然可以 难道我怕你不成 楚浩岩很是无所谓地说道 怎么赌 你说 杜烈 你我二人交手 可用结界之术 可用修武之法 一较高低 看谁强谁弱 楚风说道 楚风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神色一致 心中暗想 这楚风不会是风了吧 到底是风了 还是膨胀了 之前楚浩岩那般挑衅 她都不敢说什么 怎么现在又忽然主动 向楚浩岩挑衅了 她凭什么 就算她是尊袍戒灵师 就算她登上了天雷台第十重 就算了她掌握着逆天秘籍 就算她修炼了神伐玄功 可是 可是她的修为 还只是五品真仙 但是楚浩岩 却是七品真仙 五品真仙 就算再强 该怎么和七品真仙一展 更何况 楚浩岩又不是寻常的七品真仙 她可是妖孽榜上有名次的人 是楚世天族当今最强的小辈之一啊 楚风掌握着诸多逆天手段 楚浩岩也同样掌握着 无论怎么看 楚风挑战楚浩岩 都是死路一条的 事实上 莫说小辈们了 楚风此话说出之后 就连在场的小辈们 都是眉头紧皱 暗道楚风太过狂妄了 在他们看来 楚风此举 无异于飞蛾扑火 绝对是自寻死路 唯有楚轩正法 面色不改 反而较有兴致地注视着这一切 一语不发 哈哈 我没听错吧 你当真 要有我比拼武力强弱 而楚浩岩则是讽刺地笑了起来 你没听错 我就是要与你比拼武力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楚风说道 条件 哼 我就知道 你没有正面 与我交锋的勇气 好吧 什么条件 你说说看 楚浩岩轻蔑地说道 在他看来 楚风所提的条件 绝对是对楚风有利 而对自己不利的 但是他不介意 在场这么多人 莫属小辈们 就连楚氏天族有威望的大人物 也都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楚风若是提出不公平的条件 那丢的乃是楚风的人 而那正是他所希望发生的 拳脚无眼 你若是伤我 哪怕是重伤 我楚风绝无怨言 楚风说道 啊 楚浩岩有些梦了 什么情况 不是不公平的条件吗 怎么又说我把他打成重伤 都毫无怨言了 这楚风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招 所以 我的条件就是 我若将你打成重伤 也望你不要有所怨言 楚风看着楚浩岩说道 我擦 此刻 楚浩岩竟然大骂一声 爆出了粗口 随后他指着楚风说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能伤到我 好好 我答应你 来来来 咱们这就一较高下 楚浩岩指着楚风说道 先别急 堵住还没说呢 楚风说道 堵住 差点忘记这件事 好 你说 我随意 楚浩岩说道 我楚风若是败了 退出这次九月神域的修炼 楚风说道 而你 楚风将指着楚浩岩的手 移向了远处的楚越 说道 你若是败了 就把你九月神域修炼的一个 交给楚越 这 这一刻 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楚越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意识到 楚灵溪先前所说的话 看来是真的 楚风先前在那大殿内 不敢与楚浩岩正面交手 似乎是因为楚越 而此刻 楚风主动与楚浩岩约战 为的也是这个楚越 搞了半天 你是为了他才来挑战我的 还真是英雄一怒为红颜啊 不过楚风 你不是英雄 你是蠢货 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胜过我 楚浩岩指着楚风说道 我说的条件 你没问题吧 楚风很是平静地说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教训你这个不知所谓的家伙了 楚浩岩说道 那么 可以开始了吗 楚风问道 来啊 现在便来一较高下 楚浩岩伸张手臂 做出一副随时等待楚风出手的动作 而这一刻 围在周围的人 也是纷纷向后退去 为楚风和楚浩岩 流出了对战的场地 此刻 小一辈的则有些茫然 他们不知道 楚风是真的有手段 可以与楚浩岩一战 还是在故弄玄虚 而那些老一辈强者 则是暗暗摇头 他们几乎都觉得 楚风是在自掘坟墓 唯有楚轩正法 始终较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当然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楚风 难道你觉得楚风会赢 站在楚轩正法身后的楚行的 很是不解地说道 与此同时 楚轩正法周围的刑罚堂之人 也都是将目光投向了楚轩正法 你们别忘记 他可是楚轩元的儿子 而且 你看他那自信的样子 像是在乱来吗 楚轩正法说道 但是可能嘛 修为差距太大了 再多的手段 也难以弥补的 楚行的说道 不要用常人的标准 来评判天才 而楚风 绝对是一个真正的天才 始终对楚风都很有信心 他唯一不解的 便是楚风还掌握着怎样的手段 快看 那是什么 那 那是戒林大门 而就在这时 人们忽然骚动起来 人们能够清晰地看见 一道戒林大门 正在楚风的身前张开 本章完 第2975章 撕烂你的嘴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楚风张开戒林大门的那一瞬间 在场的许多人 都是一头雾水的状态 众所周知 修武者交战 以武力决定高低 至于戒林之术 虽也具备一定战力 可除非是专修戒林之术的戒林大师 否则根本无法与相同水平的修武者抗衡 就别说比自己强的修武者了 楚风虽然是尊袍戒林师 但也只是重文而已 而他戒林的实力 就算再强 也就是与他一样罢了 要怎么 与楚浩炎抗衡呢 在众人质疑的目光下 一道倩影 迈着优雅的步伐 自戒林大门内走出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 而这位 自然便是美貌的女王大人 死 女王大人一出场 在场的所有人 都是目光变幻 甚至人群中 同时传来了倒吸凉气的声音 他们没有等到想象中 极为强横与凶悍的戒林 却等到了一个如此美丽 言如仙女 身材如妖女的游物 如此美人 莫说男子们双眼放光 就连女子们 也是目露惊叹 毕竟女王大人之美 哪怕楚若诗与楚灵溪 也是不及啊 天底下 竟然有如此美丽的戒林 此刻 不少处是天族的男子 竟然看得直吞口水 这也不能怪他们 虽说是出自名门贵族 可是从小到大 他们也没有见过如此 美的女子啊 楚风 我还以为你要用什么手段 搞了半天 叫来这么一个小丫头 怎么 你是想用她色诱我吗 楚浩言盯着女王大人 冷嘲热讽地说道 且说这话的时候 在她的眼眸之中 还涌现出了一抹邪念 她不是说说而已 她是真的对女王大人 有了不好的想法 这一刻 楚风的目光忽然大变 一抹杀意 更是如喷发的火山 在这一瞬间 喷发而出 这 楚风忽然爆发出的杀意 让所有人都是未知一惊 他们不清楚 楚风为何忽然间爆出 这样强烈的杀意 可谓有楚风清楚 女王大人不可辱 刷 而就在这时 女王大人则是意念一动 竟然也是一股杀意爆发而出 温度速降 空气凝霜 那杀意 竟比楚风的还要恐怖 而在女王大人 那杀意爆发的同时 其体内那暗黑色的气焰 也是涌现而出 如魔鬼之影 又似死神披风 在女王大人周身盘旋奔腾 这股力量 是修罗戒灵 那是一只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 楚风他 竟是修罗戒灵师 楚是天族 见多识广之人 毕竟不在少数 女王大人不出手 倒也还好 他这一出手 立刻就有人认出 他乃是一只来自修罗灵界的戒灵 修罗戒灵师 老一辈们见多识广 小一辈们却不知晓 但是他们却知道 修罗戒灵师代表着什么 假如说 天雷血脉 是修武者中的王者 但尚且还有天赐神体 能与之抗衡 可是修罗戒灵师 那可是戒灵师中 唯一的王者 无人可以抗衡 楚风这修罗戒灵师的身份 无疑是再度让人们 对楚风刮目相看 同时也让人感到嫉妒 楚风天雷血脉中 修炼了神伐玄弓 戒灵师之中 竟然也是修罗戒灵师 已然世间最好的 都在楚风身上 人们怎能不嫉妒 原来是来自修罗灵界 难怪如此猖狂 竟然敢对我释放杀意 不过小妹妹 就凭你那五品真仙的修为 你拿什么来与本少爷抗衡呢 楚浩颜画到此处 他的额头之上 便涌现出了一个天字的雷纹 在那一刻 不仅电闪雷鸣 狂风大作 楚浩颜的气息 更是从七品真仙 提升到了八品真仙 这楚浩颜 倒也不愧是 楚是天族的天才 他的实力 的确配得上天才的名号 小丫头 你今日不仅是自身难保 你的主人同样也是自身难保 画到此处 楚浩颜又看向楚风 说道 楚风 你这剑林长得真是不赖 不如给我玩上一碗 我可以考虑 今日放你一马 画到此处 那楚浩颜还吞咽了一下口水 嘴角再度扬起了邪笑 楚浩颜 你最好管住你的嘴 否则 今日 绝对不是切磋这么简单 楚风说话的时候 不仅杀意越来越浓 竟然将手摸向了乾坤袋 女王大人注意到了这一幕 楚风他是想要亲自出手 可是楚风现在的实力 不是楚浩颜的对手 他若要出手 便只能动用邪神剑 邪神剑一出 那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 楚风 这种杂碎 交给本女王便好 见楚风已经不再冷静 女王大人开口说道 什么 小丫头 你是瞎了吗 你看不到本少爷头上的雷纹吗 你感受不到本少爷的气息吗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想教训我 楚浩颜嘴角的笑意 越来越讽刺 在他看来 女王大人所说的话 简直就是笑话 事实上 不仅楚浩颜这么觉得 许多人都仍是一头雾水 就算修罗戒林再强横 可终究也是戒林 在修为如此大的差距之下 他简直毫无胜算 又怎么能够说出 这般狂妄的话 就好像胜券在握的 乃是他一样 此刻 女王大人则忽然对楚浩颜 露出了美丽的笑容 道 你的这张嘴 本女王会亲手撕掉 哈哈 来啊 我的小美人 本少爷等着你 楚浩颜笑得更加大声 嘴巴也是张得奇大 就好像在等着女王大人 来撕烂她的嘴一样 甚是猖狂 而她之所以如此猖狂 那是因为 她并不相信 这个小丫头 能有实力撕烂她的嘴 刷 可就在这时 只见女王大人的美眸之中 忽然涌现出一抹阴狠之色 下一刻 那暗黑色的气焰 便化作两只手 笔直地掠向了楚浩颜 那速度简直太快 当楚浩颜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暗黑色气焰所化的两只手 竟然已经塞入了她的口中 下一刻 只听撕拉一声 呃 楚浩颜 痛彻心扉的惨叫声 响彻开来 因为她的嘴巴 已经被硬生生地撕扯开来 鲜血横飞 痛苦不已 本章完 第2976章 很辣的目光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啊 楚浩颜的惨叫 仍在响彻着 用手捂着那血肉模糊的脸 在地上不停地翻滚着 而在场的人们 则是一脸地震惊地看着女王大人 在女王大人出手的那一刻 他们感受到了女王大人的气息 女王大人 绝对不仅仅是无品真仙那么简单 逆 逆 逆天战力 在真仙境 还具备着逆天战力 并且还是逆战无品 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所感受到的 毕竟到了真仙境 如他们这些天雷血脉拥有者 也都失去了逆天战力 可是女王大人居然还有 并且还是逆战无品那么恐怖 这让他们怎么能不震惊 这便是修罗戒灵吗 这便是戒灵中的王者吗 那些长辈还好 此刻那些小姨辈们 看向女王大人的目光中 竟然涌现出了畏惧 怎么可能不畏惧 无品真仙地修为 加上逆战无品的战力 足以把他们这些小辈全部抹杀 此刻 就连向来自负的楚洛师 目光也是 变得复杂 那复杂的目光中 不仅有着震惊之色 其中还有着一抹敌意 因为 他会不由地去想 这样强横的女王大人 他能否胜得过 若是胜不过 那么那即将到来的天交大会 他岂不是要败给楚风 是啊 楚风有女王大人 这样强横的戒灵在身边 小辈之中 谁能与他一战 莫说小辈 怕是真仙境内 都无人能与楚风抗衡了 楚风 本女王回去了 女王大人很聪明 他并没有继续对楚浩岩出手 而是直接走入了戒林大门之内 因为他清楚 此刻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 若是他真的做出了 危及楚浩岩性命的事情 定然会有人出手 到时 可能连楚风也会受牵连 毕竟这楚浩岩 还是有些背景的 嗡 当女王大人回到戒林空间后 只见楚轩正法手指向下一点 顿时如雨水一般的光滑 便倾洒而下 那光滑倾洒于楚浩岩之身 他那血肉模糊的脸 居然开始痊愈 那种痛彻心扉的痛 也开始缓和 臭婆娘 我要宰了你 伤势痊愈之后 楚浩岩便发出了无比愤怒的咆哮 浩岩 愿赌服输 不要让来自修罗灵界的朋友 觉得咱们楚氏天族输不起 楚轩正法说道 可是他先前乃是偷袭 否则我不可能中招 楚浩岩便解道 是吗 楚轩正法问道 是啊 就是这样的前辈 楚浩岩点头道 此刻 楚轩正法则眯起了双眼 淡淡地笑道 按照你的意思是说 修为比你弱的人 只要对你偷袭 你也会受伤 当然不是 楚浩岩摇了摇头 那你的意思是 我对你出手 只要不是偷袭 你也能防得住 楚轩正法再度问道 我 楚浩岩不知如何回答 行了 怎么回事你自己心里清楚 那个小姑娘 已经手下留情了 否则你觉得 不止被撕烂嘴巴那么简单 楚轩正法说道 楚轩正法此话一出 就连楚氏天族的一些人 也涌现出了赞同的目光 是啊 那可是逆战无品的力量 楚浩岩怎么可能是对手 况且 那暗黑色的气焰很不简单 按理来说 楚浩岩这种人 莫说嘴巴被撕烂 就算肉身被轰碎 他也不可能坑一声 可是先前 楚浩岩的惨叫 却是有目中睹的 这说明 那修罗借铃的攻击 看似简单 但绝对很不简单 至少带给了楚浩岩 难以忍受的痛苦 正法前辈 先前我与楚浩岩的赌约 您也都听到了 不知可否生效 楚风问道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击出四马难追 楚浩岩都硬了 那么自然也会愿赌服输 我楚是天族的男儿 没有楚而反而之辈 话到此处 楚宣正法又看向楚浩岩 说道 我说的对吧 浩岩 此刻 楚浩岩一脸的不爽 可是他能说什么呢 难道当着所有人面说 他是言而无信之辈 那可不只是丢了他的人 还丢了他父亲的人 他爷爷的人 这楚是天族的人 楚风 你赢了 我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 任凭你处置 楚浩岩说话间 将一块令牌丢向了楚风 那个令牌上面 写着九月神域四个字 这可不是选拔的令牌 而是可以进入九月神域的令牌 楚风 这是你的 而就在此刻 一位楚是天族的长老 走到楚风面前 又将一块九月神域的令牌 递给了楚风 虽说 楚风从死门内走出的速度很慢 可是毕竟那是死门 不管时间多少 只要从中走出 楚风就有资格进入九月神域 这是楚风自己迎来的 谢谢前辈 楚风接过那这位长老递过来的令牌 放于怀中 至于楚浩颜丢给她的那块 她则一直握在手里 此刻 楚风忽然转身 走到楚月身前 将那块令牌递给楚月 说道 楚月姐 你可以与我 一同进入九月神域修炼了 楚风弟弟 我 楚月此刻 美眸之中 泪花闪烁 她的整张脸 都在演绎着一个情绪 感动 接着吧 她是属于你的 楚风将那块令牌 塞到了楚月手中 令牌入手 楚月不仅热泪流下 连身体都在颤抖 琴声说了三个字 谢谢你 那令牌就算属于她 她怕是 也无法进入九月神域 可就在此刻 一道响亮的声音 却是忽然 在远处的天际乍响 定目观望 那片虚空正在颤动 颤动间 一道身影 渐渐浮现 那是一位老者 身材不高 却是留着一头长长的灰发 脸上 更是布满了横肉 那一双老辣的双眼 正用不善的目光 看着楚风 本章完 第2977章 灭燕珠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拜见太上长老大人 当看清那来者是谁之后 楚氏天族在场的众人 皆是赶忙抱权失礼 哪怕楚轩正法这样的人物 也不例外 而看着那位老者的模样 不用他人说 楚风也知道他是谁 他可不仅仅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 这么简单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一定 就是楚浩妍的那个爷爷 因为他们爷孙两个 长得还是 有着几分相像的 尤其是那种目中无人 令人厌恶的眼神 简直就是一个 模子里刻出来的 楚风 这位乃是我楚氏天族的 七位太上长老之一 普则大人 还不快快失联 就在此刻 在场有老一辈人物 对楚风历生呵斥道 而楚风也不是没有礼数的人 虽然对方来者不善 但终究还是前辈 楚风也是抱拳 师以毅礼 普则大人 莫非发生了什么事 楚轩正法问道 尤远 这件事你来说吧 楚浩妍的爷爷挥手说道 而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 忽然有一个人拔空而起 来到了天际之上 这同样是一位老者 并且这位老者的修为很强 他乃是一位尊者静的高手 楚风隐约间能够感受到 他的实力要强于楚轩正法 甚至不弱于楚浩妍的爷爷 这是一位楚氏天族 太上长老级别的高手 多半是一位二品尊者 可是这位老者的穿着打扮 却是有些与他的实力有些不符 这个老者 弯腰驼背 手中还拿着一根拐杖 似乎没有那根拐杖 他连站都站不稳 只是那个拐杖很粗糙 就像是一根随手捡来的木棍一般 哪怕楚风用心观察 也没有发现那木棍的特殊之处 至于老者的穿着 也很朴素 乃是简单的麻布长袍 最重要的是 这麻布长袍 竟然缝缝补补补 满是补丁 好像穿了许多年一般 一眼看去 倒是有些像乞丐的衣服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麻布长袍虽破 可却很是干净 可谓一尘不染 最重要的是 这个老者长得很是面扇 一脸的和蔼之相 在那楚浩妍的爷爷 那一脸横肉的衬托下 这个老者简直平易近人到了极致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好 拜见幽远大人 见到这位老者之后 楚宣政法 以及楚氏天族的众人 又是施以毅力 看得出来 这个老者也是身份不凡之辈 但他 应该不是楚氏天族的太上长老 而是有着特殊的身份 这一次 没有用人提醒 楚风自己便抱全失礼 嗨嗨 那幽远大人 先是咳嗽了两声 这才挥了挥手 哦 说过很多次了 看见老夫 不必失礼 都是一家人 何必这般客气 话到此处 那幽远大人笑了笑 才继续说道 此次我从九月神域而来 带回了九月神域比较重要的消息 众所周知 九月神域即将开启 而此次已然确定 神域开启的日子 就三日后 幽远大人说道 三日后 那么快啊 听得此话 楚世天族 在场的许多小辈 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因为他们 都是通过了神域选拔 是有资格进入九月神域修炼的人 进入九月神域修炼 那可是会有着极大收获的 只不过 这一次的九月神域 充满了蓝燕爪气 蓝燕爪气 已然蔓延出九月神域 九月神域内 定然已是遍布 幽远大人说道 啊 蓝燕爪气 这 这也太倒霉了吧 听得蓝燕爪气四个字 楚世天族那些先前兴奋的小辈们 顿时变得一脸沮丧与不爽 一时之间 哀声叹气之音 不断自那些通过了神域选拔之小辈的口中传出 包括楚月 也是一脸的惆怅 就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般 楚月姐 那蓝燕爪气是何物 楚风对楚月问道 唉 楚风弟弟 你有所不知 这蓝燕爪气 是九色神域内 一种特殊的气体 这种气体具有一定的毒性 对于天仙境强者来说 不会造成任何危害 可是对天仙境以下的强者 则具备着极强的侵蚀性 它可侵入灵魂 只要侵入灵魂 那灵魂便会被那蓝燕爪气所燃烧 硬生生地 被炼化致死 所以只要有这蓝燕爪气出现 那么我等小辈 便不可进入九月神域了 楚月一脸惆怅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楚风终于知道 为何那些小辈 都那般惆怅了 搞了半天 只要这蓝燕爪气出现 那么他们就无法进入九月神域了 在座的小辈们 也不要太过灰心 针对蓝燕爪气 我族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而现在 其实已经有了克制蓝燕爪气的宝物 这个宝物 可以有效地防止蓝燕爪气 就在此刻 那幽远大人的手掌张开 顿时无数道光芒体 自其掌心散开 那光芒体乃是蓝色 萤火虫大小 在虚空飘动 宛如具有生命一般 楚风一眼就看出 这东西 很不简单 此物 我族研究多年 专门为克制蓝燕爪气而作 名为灭燕珠 有着灭燕珠在身上 蓝色气焰将无法靠近 幽远大人说道 太好了 这么说来 我们又可以进入九月神域修炼了 这灭燕珠 我早就有所耳闻 想不到竟然研制成功 这简直是天助我也啊 老天爷也想让我们进入九月神域修炼 此刻 先前还哀声叹气的小辈们 顿时喜出望外 欢呼不断 不过 这灭燕珠 必须唤醒其力量才可使用 而且只有 天仙境以下的人 才可将其唤醒 而唤醒这灭燕珠 也是有着一定条件的 依我看 在场的你们 未必所有人 都能够将这灭燕珠唤醒 所以 我已经与几位太上长老商量过 决定临时改变 此次进入九月神域修炼的规则 这里 有六十颗灭燕珠 只要有人能够唤醒这灭燕珠 便有资格进入九月神域修炼 当然 若是你唤醒了灭燕珠 不想进去修炼 也可以将这个机会转赠他人 而那些已经获得 进入九月神域资格的小辈们 则有资格率先唤醒这灭燕珠 若是你们无法将其唤醒 因为你们之前的努力 我们也会破例允许你们找他人帮忙 但是 我必须提醒在座的诸位小辈们 每个人只能唤醒一颗灭燕珠 幽远大人看着在场的小辈们说道 本章完 第2978章 无法唤醒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竟然还需要唤醒 怎么这么麻烦 听得幽远大人的一番话后 许多小辈发起了牢骚 说到底 他们都是害怕 害怕自己无法唤醒那灭燕珠 那样一来 岂不就失去了 进入九月神域修炼的资格 除了蓝燕沼气的出现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 九月神域的阴阳之门已经出现了 待到三日之后 必然会开启 幽远大人说道 多年没有出现的阴阳之门 竟然出现了 难怪这一次小辈们的人数 控制在了六十人 并且还要求男女平衡 搞了半天是阴阳之门出现了 哈哈 简直太幸运了 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当得知那阴阳之门开启后 莫说在场的小辈们 兴奋不已 就连老一辈的强者脸上 也涌现出了 或多或少的激动之色 看得出来 这阴阳之门 绝对是一个好地方 四世之道 楚风不了解这阴阳之门 所以楚越的暗中传音 在楚风耳边响起 楚风弟弟 九月神域 共有九十九道门 适合不同境界之人修炼 而天仙静以下者 也就是我等小辈可以进入的 也有着三十三道 其中就属着阴阳之门最为了得 据说 只要进入阴阳之门 那么从中走出 必然会有收获 绝对不会白跑一趟 若是天赋过人者 更是可以直接突破修为 当然 关于修为只是一方面 阴阳之门内 同样也有着宝物 只是 阴阳之门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了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 进入那阴阳之门 但是现在 我们有这个机会了 楚月说这话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兴奋的 若是没有问题 便唤醒这灭燕珠吧 唤醒灭燕珠之后 我会给你们阴阳命珠 就在此刻 幽远大人手臂一挥 那六十颗灭燕珠 便分别向楚风等人飘落而来 阴阳命珠又是什么 楚风接过这灭燕珠后 对楚月问道 那个很简单 过一会在于你说 咱们先想办法唤醒这灭燕珠 否则 连进入神域的资格都没有 就别提阴阳命珠了 楚月说完此话 便开始想拿灭燕珠内灌输力量 想尽办法 将这灭燕珠唤醒 看得出来 这楚月真的非常珍惜这次 进入九月神域修炼的机会 而与此同时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 都在想办法 唤醒那灭燕珠 刚开始 许多人还表现得很自信 可是渐渐的那些自信的人 也是有些慌了 经过一番努力 他们尝试了诸多办法 那灭燕珠 却始终没有反应 幽远大人 这灭燕珠该怎么唤醒啊 此刻 有小辈向幽远大人请教道 用心 幽远大人笑着说道 用心 听得此话 人们则更加迷茫了 楚风店 你怎么不唤醒灭燕珠啊 楚月对楚风问道 而这一刻 人们才注意到 在场拿到灭燕珠的小辈 几乎都在努力唤醒那灭燕珠 包括楚洛师 楚灵溪 楚环宇 也都不例外 可唯独这楚风 这是简单的 用一只手握着灭燕珠 却根本没有唤醒他的意思 哦 刚才在想一些事情 楚风笑着说道 想事情 依我看你是不知道怎么唤醒它 所以再观察别人 从而学习唤醒的方法吧 楚浩颜讽刺地说道 观察 不需要吧 这个东西 似乎很好唤醒 楚风摆弄着手中的灭燕珠说道 好唤醒 楚风你这话说的 可就过分了吧 楚风此话一出 顿时有人表现出了不爽 这也难怪 毕竟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没有唤醒这灭燕珠 可是楚风却说很好唤醒 这会让他们觉得 楚风是在贬低他们不行 而对于他人那不爽的言论 楚风则是不以为然 只见他五指张开 随后合并 将那灭燕珠握在掌中 意念一动 嗡 下一刻 那灭燕珠竟然光芒四射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楚风手中 那光芒四射的灭燕珠 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 幽远大人 楚风他这 算是唤醒了吗 有人更是向幽远大人求问 幽远大人并未明说 可是却笑着点了点头 且看向楚风的目光满是欣赏 这一刻 人们脸上的震惊之色更浓 而那些先前讽刺楚风的人 脸色可就难看了起来 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 这灭燕珠在楚风的手中 竟然真的如此简单的 就被唤醒了 难道说 这就是天赋的差距吗 楚风弟弟 你是怎么做到的 楚月对楚风问道 就如幽远大人所说 一定要用心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方法的 楚风对楚月讲述起 他是如何将这灭燕珠唤醒的 而这其中 虽然有着许多戒灵师的技巧 可是其实不是戒灵师 也同样可以做到 在楚风为楚月讲述技巧的时候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听 而按照楚风的方法 楚灵溪 楚若诗 楚桓宇 几乎同时将那灭燕珠唤醒 楚风弟弟 多谢你的提点 楚若诗笑着对楚风说道 他倒也没有遮掩 是靠楚风的方法 才成功唤醒灭燕珠的事实 而听楚若诗这样一说 其他人也是纷纷尝试 在此之后 不断有人尝试成功 可是唯独楚越 无论楚风如何指点 他都是始终无法唤醒那灭燕珠 到的最后 先前通过神域选拔的人 大部分都唤醒了灭燕珠 而无法唤醒灭燕珠的 也通过找人帮忙 将那灭燕珠唤醒 现在 唯有楚越一人 还无法唤醒那灭燕珠 楚越 你不用试了 你的天赋不够 还是找人帮忙吧 此刻有人对楚越说道 而楚越此刻已是满头大汗 虽然很不甘心 但他自己也清楚 他根本就无法唤醒这灭燕珠 楚越 我来帮你吧 就在此刻 人群之中走出了一个人 看到这个人 楚越倒也没有犹豫 而是直接 将手中的灭燕珠 递给了那个人 因为这个人 乃是楚怀 只是 楚怀尝试一番之后 他竟然也无法唤醒这灭燕珠 抱歉了楚越 我做不到 楚怀愧疚地将灭燕珠 交还到了楚越的手中 不好意思 虽然难以启齿 但还是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 今日 谁能帮我楚越 唤醒这灭燕珠 我楚越日后 必然报答于他 无奈之下 楚越只好手握灭燕珠 向在场的楚氏天祖小辈开口 可是 他此话说完之后 竟然没有一丝应答之音 在场的楚氏天祖小辈 至少上万人 可是那密密麻麻的人海之中 竟没有一个人 愿意帮助楚越 本章完 第2979章 现在就突破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各位兄弟姐妹 只要有人能帮我楚越 唤醒这灭燕珠 你们有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们 哪怕我楚越 今日无法满足的 我楚越对天发誓 日后一定补偿 见没有人回应 楚越则再度开口 这一次 他再度拉低了态度 甚至还对天发誓 提出了补偿 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很在乎这次机会 也很想把握住这次机会 只是可惜 哪怕他已是做到了这种地步 依旧没有人应答 没有人理会 自然没有人应答 自然没有人理会 楚浩炎就站在那里 楚浩炎的爷爷就站在那里 谁敢帮楚越 这不是找死吗 这种情况下 楚越级的眼眶都湿润了 他真的是 不想让这个大好的机会 就这样错过 看着如此无助的楚越 楚风有些于心不忍 于是忍不住开口 对众人说道 今日 若有人愿意帮助楚越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楚越兑现不了的 我楚风会帮他兑现 楚风这一开口 人群之中 立刻有人蠢蠢欲动 毕竟楚风与楚越完全不同 楚风自打回到族中 便立刻展现出了 他那惊人的天赋 先是登上传说中的 十重天雷台 随后更是展现了 修罗戒灵师的身份 哪怕楚浩炎这种 楚是天族当今 最强的小辈天才 在楚风那修罗戒灵的面前 也是毫无还手之力 这样的楚风 潜力无限 哪怕他是楚轩元的儿子 可楚是天族 也必然会对其重用 许多人都想与楚风 拉近关系 楚越 你的人缘还是真是差 居然没有一个 族中姐妹愿意帮你 哦 除了那个家伙 楚浩炎画到此处 看向楚怀 说道 我若没记错 你叫楚怀吧 哎 我记得 你天赋不错呀 怎么现在还是 这种修为 并且 连真灭燕珠都无法唤醒了 说完此话 楚浩炎又看向楚越 说道 楚越 这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啊 看来和你走得近的人 都要倒霉的 此话落下 楚浩炎的嘴角 掀起了一抹冷笑 那是不怀好意的冷笑 也是充满威胁的冷笑 看到那抹笑容后 那些原本准备看着楚风面子 冒险帮帮楚越的人 也是打消了念头 他们权衡了一下 虽然他们想与楚风拉近关系 可却还是不想与楚浩炎为敌 毕竟楚浩炎的爷爷 可是太上长老 那可是当今处世天族 最有权力 最有话语权的人 楚浩炎 你这样威胁他人 有意思吗 楚风对楚浩炎说道 威胁 我哪里有威胁他人 你可不要冤枉我 况且 就算我威胁了 你又能怎么样 楚浩炎用那挑衅的目光 看着楚风 不 不仅是挑衅 那其中 还有着极深的怨念与憎恨 楚浩炎憎恨处风 已然入骨 因为今日 楚风让他当众出囚 让他名声扫地 不过楚风 并没有理会楚浩炎 而是扫视众人 道 当真 没有人愿意替楚岳唤醒 这灭燕珠 此刻 大部分人都低下了头 他们不愿意得罪楚浩炎 同样也不想得罪楚风 好 我来 楚风画霸 便从楚岳的手中 抢过了灭燕珠 楚风 难道你没有听到 幽远大人说的话吗 这灭燕珠 每个人只能唤醒一个 楚浩炎说道 其实 道也并非绝对 可就在这时 那幽远大人 却是忽然开口 前辈 莫非还有其他方法 此刻 楚风就像抱到了一颗救命稻草 赶忙虚心请教 在研制这灭燕珠的时候 曾有人唤醒过两颗灭燕珠 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在唤醒第二颗灭燕珠之前 突破了修为 对此 我们还曾特意做过实验 后来发现 在修为突破之后 的确可以再度唤醒灭燕珠 幽远大人说道 原来是这样 多谢前辈指点 听得此话 楚风面露喜色 随后 他更是手握灭燕珠 笑着对楚月说道 楚月姐 莫要担心 你的这颗灭燕珠 我来帮你唤醒 啊 听得此话 楚月都是一愣 哈哈 我说楚风 你是没听明白幽远大人的话吗 而就在此刻 楚浩妍更是讽刺大笑起来 突破修为 便可再度唤醒 有错吗 楚风反问道 听得此话 楚浩妍那满是笑容的脸庞 顿时僵住了 随后问道 你莫非觉得 你可以在九月神域开启前 突破修为 有何不可 楚风不以为然 哼 莫说 你做不到 就算你可以做到 但是我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你一定会失败 因为阴阳之门开启 必须融合阴阳命珠 而融合阴阳命珠 也绝非简单之事 至少需要两日的时间才行 所以 所剩的时间已然不多 楚浩妍说这话的时候 是以一种评判的语气说的 就好像在当众刚宣布 楚风他不可能成功一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说 我的时间不多了 那我现在突破修为 你觉得可行 楚风说道 本章完 第2980章 惭愧的目光 小说 修罗武神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你刚刚说什么 你 你是疯了吗 你以为你是谁啊 想突破就突破的吗 听得此话 楚浩妍顿时张大了嘴巴 他简直没有想到 楚风会说出这样的话 与此同时 在场的其他人 也同样很是吃惊 尤其老一辈强者 更是略带失望地摇了摇头 这种大话 在整个楚氏天族 都未曾见人说过 简而言之 此刻的许多人都觉得 楚风这个牛皮 吹得有点大了 可面对众人那质疑的目光 楚风却淡淡一笑 随后盘膝而坐 闭上了眼睛 楚风他这是要干嘛 他该不会真的要突破修为吧 在场之人 无论老一辈强者 还是小一辈天骄 皆是一头雾水 不知楚风 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而很快的 楚风的身上 产生了特殊的波动 那种波动 让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 身为楚氏天族之人 他们知道 楚风是在做什么 楚风他的确是在尝试突破修为 哈哈 浩炎弟弟 你说对了 这楚风真的是疯了 他居然真的在尝试突破修为 他以为他是谁啊 说突破就能突破吗 此刻 楚浩炎身旁的一名狗腿子 讽刺地说了起来 似乎是想调动在场众人的情绪 他这话说得很大声 哼 无知之辈 天赋再好 也终究难有成就 楚浩炎讽刺地说道 浩炎弟弟 此言即是 楚浩炎此话一出 楚浩炎身后的狗腿子 皆是纷纷附和 轰隆隆 可就在这时 九天之上 轰鸣四起 光芒涌动 人们抬头观望 皆是满面金色 只见那九天之上 九色雷霆 如叨叨巨龙 在天际盘旋交织 明明九天之上 可是那刺耳的轰鸣 却是如此的清晰 仿佛静在咫尺 哄 猛然间 九雷凝聚 竟化作一道九色光柱 自那九天之上 披露而下 最终落在了楚风的身上 此刻 莫说楚浩炎 与他的狗腿子们傻眼 就连楚月 楚怀 楚洛诗 楚灵溪 楚桓宇 这些楚氏天族的小辈 也皆是傻眼了 甚至 就连楚宣政法 忧远大人 以及楚浩炎的爷爷 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任凭是谁都没有想到 楚风他竟然真的盘坐而下 就立刻引来天雷 他竟然真的突破了 不 还未突破 至少现在还未成功突破 众所周知 修炼神法玄弓者 勿得突破之法 只是其一 而能否承受自罚玄弓的雷阀 才是真正的关键 而眼下 那雷霆已然轰落而下 道道雷霆 如同巨龙一般咆哮 嘶吼 又要将楚风 撕成粉碎 那个架势 莫说小辈们 就连楚氏天族的长辈们 也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生怕 被那雷霆牵连 惨死其中 尽管 他们也都知道 自罚玄弓引来的雷阀 一般只攻击引雷者 可这个架势的雷阀 他们从未见过 太可怕了 那种气势 简直就是浩劫降临 任谁都是 有些恐慌 太可怕了 这便是神伐玄弓吗 这样的雷阀 楚风能承受得住吗 看着那样的雷阀 有些人开始为楚风感到担忧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样的雷阀 简直没人能够承受得住 可就在这时 那雷霆竟然开始消散 而人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楚风的气息 也是变得不同 他不再是五品真仙 他也是六品真仙 楚风他 成功突破了 天哪 他竟然真的突破了 这一刻 众人惊讶无比 可是他们的内心 远比他们脸上的表情还要复杂 就连楚若诗 楚灵溪 甚至无比憎恨楚风的楚桓宇 和楚浩炎 都愣在了那里 此刻 大部分人都是震惊的 唯有楚轩正法面带喜色 他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楚浩炎的爷爷 以及在场的一些长辈 而凡是感受到楚轩正法目光的人 那震惊的目光 都涌现出了一抹愧疚与不爽 想当初 楚风被判定为无法修炼 因此而被判定为废子 楚轩源与楚风 一同被赶出楚氏天族 他们 全部有份 可现如今 当年那个被他们判定无法修炼的废子 重返族内 却把楚氏天族 当今最具天赋的天才们 比得一无是处 他们 怎能不惭愧 然而 在众人震惊之际 楚风却是已然唤醒了 手中的灭燕珠 并且将他放到了楚月的手中 楚风弟弟 不知道该如何献你 手握那已被唤醒的灭燕珠 楚月激动的浑身都在颤抖 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 说道 你是我姐 说这些就客气了 只不过 我唤醒这灭燕珠 怕是要得罪某些人了 毕竟只要楚月节你能进入九月神域 某些人便失去了进入九月神域的资格 话罢 楚风看向了楚浩炎 看着楚风那挑衅的目光 楚浩炎气的脸庞都在抽动 我愿意将灭燕珠赠予楚浩炎 就在此刻 人群之中忽然有一人 忽然有人站出来 手握灭燕珠 走到了楚浩炎身旁 而楚浩炎 更是理所应当的 就将那灭燕珠接到了手中 连一句谢谢都没说 倒也是 那是他的狗腿子 是他的手下 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手下说谢谢 他打心眼里都看不起对方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